15年前,守虎陪着父亲回到了他的故乡 一个花开遍地的美丽小岛 两人来到爷爷的坟前 守虎感谢爷爷已经离世 以至于不必被父亲丢在这座陌生的小岛上 喝醉的男人在沙滩变高歌 守虎努力地劝父亲回首尔 第二天一大早两人被叫声吵醒 海顺将两人带回了家 好吃好喝地伺候 守虎爸谎称这些年带着儿子在国外 所以一直没有回来看父亲 拜托海顺替自己照顾儿子几天 守虎当然不肯 紧紧地抓着父亲不肯松手 狡猾的父亲也要上厕所为由 叫儿子替自己把风 丢下无助的儿子独自坐船离开了小岛 只剩下在岸边哀嚎的守虎 叫累了就呆坐在海边等待 期待着父亲能奇迹般地出现 恩盈默默来到守虎身旁 想要劝他跟自己回家 满身带刺的男孩却没有给他好脸色 毕生命令他马上离开 夜幕降临时守虎终于接受现实 看到一直在不远处陪着自己的恩盈 守虎依然没有好脸色 委屈地说妈妈说你不回家吃饭 也不会给我饭吃你要我怎么办 就这样守虎乖乖地跟着恩盈回了家 海顺热情地招待守虎 请求他能多陪陪身体不好的恩盈 多多帮忙照顾他 第二天守虎急不情愿地跟着恩盈去学校 还不忘逼着恩盈将身上的钱给自己 兴冲冲地来到码头 却发现手里的钱 离买一张船票差得太远了 只能乖乖地回到了教室 老师让守虎在黑板上 做出五年级最简单的数学题 不料男孩呆战了半天却写不出一个字 看着身旁嘲笑哥哥的同学们 恩盈起身为他解围 解释哥哥是从国外回来 所以才不会算数学题 同学们因此都很好奇 守虎在国外的经历 热情地对他问东问西 守虎回头叫恩盈一起回家 两人来到了海边 守虎期待着能出现父亲的身影 恩盈则兴奋地叫哥哥一起捡贝壳 回家后恩盈用食道的贝壳做饰品 守虎一脸陶醉地说现在好想吃汉堡 日子一天天过去 每天两人一起去学校一起回家 感情也一天比一天好 这天恩盈让哥哥陪自己玩猪迷藏 守虎望着漫山遍野的黄菜花 不自觉想起了父亲扔下自己离开的情景 情绪低落的他告诉恩盈不完了 默默跟在身后的恩盈 还以为哥哥是因为找不到自己生气 就在这时天空下起了瓢泡大雨 恩盈让哥哥跟自己一起许愿 说以前自己祈祷能有一个朋友 结果你就来了 所以真的很灵验 说自己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跟哥哥永永远远地在一起 自言自语怎么哥哥的爸爸还不回来 而且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听到这守虎告诉恩盈 一定要想办法回首而找爸爸 然后将身边所有小朋友的钱 都弄到了自己口袋里 恩盈看着每天为了筹钱 想要尽快离开这里盲目的哥哥 赌气叫他现在就离开好了 守虎来到码头却被人赶了回去 看着不远处对着离开轮船 默默流泪的恩盈 守虎心里增添了些许内疚 当看到哥哥并没有离开 恩盈满脸兴奋地跑向哥哥 问他为何没有离开 守虎责怪恩盈都是因为他 恩盈也赌气说哥哥爱走不走随便 于是守虎告诉恩盈自己要游泳回去 说着就朝着大海深处走去 恩盈着急地叫哥哥快回来 不料守虎却突然大叫救命 恩盈毫不犹豫地朝着守虎跑去 看着恩盈奋奋力挣扎的样子 守虎终于怕了 连忙使出全身力气游向恩盈 收到消息的海顺拼命地往医院赶 看着病床上的女儿气不成声 自责的守虎默默躲在墙角 海顺告诉好友人士就回来了 但恩盈的病却不能再拖下去 不做手术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好友无奈地感叹道 手术费怎么会那么贵 这些年你为了凑手术费拼命地攒钱 怎么到现在还不够呢 两人只能无助地叹气 海顺注意到躲在角落里的守虎 并没有任何责怪 反而将男孩带回了家 知道自己做错事的守虎向阿姨道歉 海顺温柔地叮嘱道 以后绝对不能让恩盈跑步 更不能让他进到水里游泳 不然会出大事的 说着着急的大叫 差点就要出事了 从包里拿出早已凉透的汉堡 告诉守虎这是恩盈早上将储钱灌打碎 带拖出倒的人带回来的 说一定要将他给自己的哥哥 自顾自地将汉堡放在守虎手中收到 他为了凑手术费不知道攒得有多努力 说绝对不打碎却狠心打碎了 看来他真的很喜欢你啊 守虎看着还在昏睡的恩盈 自责地说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好 所以不要生病了 我不会离开了 要一直一直在这里住 所以你也要一直一直活着才可以 看着醒来的恩盈 守虎脸上早已起满泪水 默默来到上次恩盈祈祷的地方 祈求上天能保佑恩盈好起来 说只要他们好起来 自己什么都愿意做 再也不撒谎 也不骂人 背小九九 作业也会认真做 会努力地认真活下去 一群小伙伴打断了他的祷告 逼着守虎将弟弟们的钱交出来 就在南海想要对守虎动手时 爸爸如救星般出现 看到许久不见的爸爸 守虎瞬间乐开了花 男人带着一大堆礼物 和儿子一起来到恩盈家 并开始重新装修老家的房子 告诉儿子打算和他长期在这里居住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守虎和恩盈度过了人生中 最最幸福的快乐时光 在山间的田野里穿梭 在夕阳的余晖下狂漠乱舞 在小岛的每一个角落 都留下了两人的身影 面对想要和哥哥套近乎的女同学 恩盈毫不犹豫地拉着哥哥离开 带着守虎来到海边 将自己制作的贝壳礼物送给他 说只要拿着它对着太阳 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彩虹 天真的问哥哥 美国也有这样五颜六色的彩虹吗 心虚不已的守虎 背对着恩盈回答道士的 犹豫片刻后 守虎鼓起勇气告诉了恩盈真相 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美国 也没有坐过飞机 因为二年级就辍学了 所以连久久成法都不会 我是小流氓 小偷是骗子 就算是这样也可以做你的哥哥吗 你说说看还愿意做我的妹妹吗 恩盈默默地低下了头 独自回家的恩盈 看着天空五颜六色的彩虹 露出甜甜的笑 守虎看着天空 默默在沙滩上写下恩盈原谅我吧 爸爸向儿子打听是不是喜欢恩盈 觉得恩盈的身体应该很快 就要送去大医院做手术才是 假装不经意地询问儿子 恩盈的妈妈是不是存了很多钱 曾在恩盈家住过的守虎 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然啊 大婶多仔细啊 钱好像都存在箱子里 男人听着儿子的话 强忍住亢奋的心 另一边好友警告海顺 要小心守虎父子 觉得那家伙一定是走投无路 才会回到这座小岛 善良的海顺 当然不会相信好友的话 帮着男人说 他是为了尽孝的 所以才回来住一阵 斥责好友不该随便怀疑别人的人品 睡着的守虎脑海里 不断浮现这些年 跟着父亲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 半夜醒来的他紧紧地抱住父亲 第二天醒来就意外看到父亲 跟两个男人鬼鬼祟祟的 在不远处说话 愤愤地告诉他自己就算是死 也不会离开这座岛 而且如果父亲再丢下我离开 那我就跳进海里淹死算了 男人愤愤地打儿子 让他赶紧去学校 不料守虎却不肯去 第一次埋怨父亲 为何不早点送自己去学校 那样自己就不用说谎 恩赢也不会讨厌自己了 看着恩赢跟小伙伴们玩耍 守虎默默地从身旁经过 父亲却趁着儿子不注意 跑到恩赢家翻箱倒柜 下班的海顺和好友 意外看到了匆匆逃跑的男人 回家后才发现衣物洒落了一地 而存放在箱底的钱也早已不见踪影 海顺使出浑身立即奔跑 却发现轮船早已驶出港口 此时并不知道父亲所作所为的守虎 还在为怎样和恩赢和好而苦恼 看着不远处海顺落寞的身影 冲上去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海顺紧紧地抓住男孩的衣领 红着眼问他你爸爸去哪里了 不明所以的守虎颤抖着回答不知道 海顺绝望的大叫那是比什么浅啊 怎么可以拿走那笔钱 守虎第一时间来到恩赢家 看着满地的衣物明白了一切 朝着港口跑去的他 想着爸爸曾经询问自己恩赢治病前的事 无比懊悔当时告诉他放钱的地方 万般如奈的海顺只能独自来到守尔 在守虎霸以前经常活动的地方 一家家询问男人的下路 含着泪请求好友帮忙 替明天生日的女儿煮海带汤 同学们逼着有个小偷父亲的守虎下跪 恩赢默默地转身离开 一群孩子对着守虎拳打脚踢 伤痕累累地他回到家 却看到屋外被人写满的小偷 在寒冷的深夜 男孩哼着歌独自蜷缩在被子里 此时恩赢也因为思念妈妈 独自坐在屋外发呆 第二天海顺的好友来到守虎家 想要带他一起去家里吃海带汤 说那是恩赢妈在电话里嘱咐说 一定要照顾你 感叹守虎爸怎么能对那样善良的女人 做出了如此卑鄙的事情 听到女人说要送自己去江州的福利院 守虎大叫我不去 无可奈何的女人让他想一想 他的父亲拖了什么样的一笔钱 那可是恩赢的买令钱啊 让守虎老实回答 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他父亲要这样做 命令他马上去收拾行李出来 固执的守虎却还是大叫就算是死 我也不要去孤儿院 想要偷偷乘船离开的守虎 却被人抓个正正 趁男人不被甩开他的手仓皇而逃 放学回家的恩赢 在经过守虎家时 回忆起曾经两人为了夺雨 待在屋檐下聊天的情景 迎着风来到了海边 却看到守虎想要独自驾船离开 连忙问哥哥这是要去哪里 守虎大叫道 我一定要去首尔找到爸爸 将他偷走的钱要回来 你一定要相信我等着我 恩赢不顾生命危险冲进海里 奋力游到了船边 上船后命令守虎马上掉头回去 守虎告诉恩赢自己一定要去首尔 必须要在爸爸没有将钱用完钱找到他 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去孤儿院 让恩赢等着自己 一定会将钱会回来给他治病 此时两人才发现船已经飘到了海中央 醒来的两人已经来到了别的小岛 守虎带着恩赢艰艰难地爬过峭壁 终于来到了一户渔民家 善良的老人为两人擦拭伤口 说明天早上才会有离开小岛的船 两人洗漱后将衣服挂在阳光下暴晒 恩赢看着在风中偏偏起舞的衣服出了神 此时始终找不到守虎爸的海顺 失魂落魄地走在马里 恩赢和守虎来到海边 对着石头祈祷 准备休息的恩赢 还是不忘老师布置的作业 让守虎先休息 守虎看着作业上的印章询问是什么 恩赢疑惑难道哥哥 从未得过老师的表扬吗 守虎假装不在乎的回答似的 恩赢拿出笔 自顾自地在守虎手上画上笑脸 告诉他那是自己给哥哥盖的章 就算哥哥是流氓也没关系 是骗子也没关系 不是从美国来的也没有关系 盖了这个印章后 哥哥以后就是恩赢的哥哥 守虎眼里满是感动 第二天醒来的恩赢却找不到守虎 老人拿出一袋贝壳 告诉他这是哥哥让我转交给你的 是他在清晨时 为你在海边捡回来的贝壳 恩赢连忙跑到港口 大声叫着哥哥 担心就此要和哥哥分别的他 眼里早已起满泪水 守虎看到恩赢很意外 想要将他送回去 却发现船已经驶离港口 固执的恩赢告诉守虎 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跟他在一起 同一时间岛上的女人 接到了海顺出车祸死亡的电话 惊得直接呆坐在了地上 守虎带着恩赢偷偷坐上火车后 又换乘汽车 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首尔 两人经过一番打听 却始终没有爸爸的消息 饿得不行的恩赢 趁着守虎去打探消息的空隙 捡起身旁别人扔在路边的食物 守虎看到后甲装绑携带提醒 恩赢连忙收回了手 守虎再次命令恩赢好好在这里等自己 但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的恩赢 对所有的东西都无比好奇 看见眼前的美食 不自觉地流出了口水 女人将一个鱼饼送给了她 但恩赢却找不到 刚才等待哥哥的地方 回来的守虎看恩赢不在原地 着急地四处寻找 恩赢回到了等待哥哥的地方 看着手中打算留给哥哥的鱼饼 忍不住轻轻地尝了一口 守虎看到恩赢质问她怎么能离开 恩赢却笑着将饼地给哥哥 守虎气愤地将两人唯一的食物丢在了地上 委屈的恩赢告诉她自己想要回家 打电话回家却始终无人接听 寒冷的深夜里 两人只能在大街的长椅上度过 看着靠在书包上的恩赢 守虎将自己的外套披在了她的身上 安慰恩赢爸爸一定很快就会回来 恩赢让哥哥给自己唱一首歌 被追赶的男孩躲进了一个陌生的病房 本来眼神呆滞的女人看到男孩后 眼睛里瞬间散发出光芒 激动地冲上前抱住男孩 大叫着在喝你跑哪里去了 开门的丈夫无奈地告诉妻子 她不是我们的儿子在喝 不料女人却不顾丈夫的劝阻 固执地认为她就是自己的儿子 流着泪问在喝到底跑哪去了 妈妈真的很想你 被吓到的男孩挣脱女人的束缚 慌忙地冲出了病房 男人连忙拦住想要追出去的妻子 逃出来的守虎呆呆地坐在长椅上 想着刚才在医院里 听到恩赢妈妈车祸离世的噩耗 负罪感油然而生 男人在不远处默默观察着男孩 拿出钱包看着手中的照片 帅气的男孩几乎长得跟守虎一模一样 福音将睡熟的守虎拍醒 看着可怜的男孩 自言自语到抓你又有什么用 唉 如果恩赢再不能做手术 小命估计就不饱了 守虎也只能跟着福音一起叹气 梦中的恩赢不停地呼唤着妈妈 看着满头大汗的恩赢 守虎着急又自责 独自来到护士站 请求他们替自己的妹妹做手术 知道手术费需要很多的钱 守虎请求对方先替恩赢做手术 说自己长大后一定将钱还回来 女人没有正面回答守虎 告诉他自己真的很忙 男人一直在不远处默默观察着守虎 内心无比焦急的男孩 趁着女人打电话的功夫 顺走了女人的包 女人跟在身后大叫小偷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帮忙追赶守虎 被逮住后女人气愤地对着他又打又骂 警卫立声命令守虎跪下 知道犯了大错的守虎 只能乖乖听从男人的命令 当他打电话通知派出所时 男人出面拦住了警卫 替守虎道歉 并告诉他们男孩是自己的儿子 带着他来到餐厅 为他买了丰盛的饭菜 不自觉地感叹怎么会那么像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啊 问守虎是否愿意跟自己去加拿大 看着满脸疑惑的男孩 解释是因为自己的妻子 如果就这样放任不管 医生说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毕竟他已经割了两次手腕 所以请求男孩在妻子面前 假装是两人的儿子 只要在大婶恢复精神期间假扮就好 之后你就可以回到韩国继续你的生活 守虎努力地理解男人话里的意思 默默地放下了手中的勺子 向男人道别后逃离 跟在守虎身后的男人叫住了他 从钱包里拿出一些钱塞进他的衣服里 说虽然没有多少 但希望他能好好地吃饭 看着满脸疑惑的男孩 宽慰他说这只是叔叔的一点心意 不要觉得有负担 很快福音就接到了医院的通知 说有一位好心人天瘾交了手术费 但因为是匿名援助 所以具体是谁医院也不知道 激动的福音感叹这是做梦还是现实 守虎悄悄打开病房门 看着眼神空洞的女人 挣扎片刻后默默离开 来到楼顶看着和父亲唯一的照片 决定放弃曾经一切的他 将照片撕碎后 狠下心洒向天空 来到楼下想着已经答应男人 明天就要跟他一起离开去加拿大 看着病床上的恩赢 眼里满满的不舍 第二天一大早 守虎请求男人再给自己两天时间 不 只需要一天就好 男人面无表情地告诉守虎 如果再不走 就赶不上飞机了 睡醒的恩赢看着手腕上的笑脸 连忙坐起身找哥哥 来到走廊上大叫哥哥 却被福音给拉回了病房 守虎坐上了前往机场的汽车 恩赢却紧紧地抓着病床 说自己一定要等哥哥来才去做手术 不明所以的福音告诉他 守虎不见了 估计已经去找他爸爸去了 恩赢却不相信哥哥会这样抛下自己离开 内心无比挣扎的守虎 趁着汽车停下的功夫 想要跑回医院找恩赢 来到病房才发现这里已经空无一人 就算心中有一万个不愿意 也只能乖乖地跟着男人离开 此时恩赢已经躺在了手术台上 守虎也急不情愿地 坐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来到火车上的恩赢 一眼认出刚才和自己撞在一起 没有礼貌的男人 旁坐的人帮着恩赢放好了行李 恩赢热情地跟所有人打招呼 面对向自己打招呼的恩赢 在赫却却没有丝毫理会 看着窗外的风景 恩赢满脸惊喜 在赫则沉浸在乐谱里 同一时间比利和丽娜也驾车赶往目的地 身旁的顾客一个个下了火车 只剩下恩赢雨在赫面对面坐着 恩赢先是用韩语问好 看着在赫没有任何反应 恩赢又开始用日语和中国语跟她打招呼 不出所料男人依然沉默不语 不知过了多久 恩赢缓缓醒来 看着对面一身血的男人 恩赢被吓得不轻 恩赢带着疑惑看向男人头上的行李 这才发现男人身上的血子 原来是自己随身携带的酱汁 想要替男人擦拭 不料又一滴酱汁滴在了自己手上 于是恩赢决定先重新放好酱汁 却一个不小心倒进了在赫怀里 回过神的 在赫摸了摸满是酱汁的脸庞 恩赢一个劲地道歉 在赫不耐烦地说行了走开 恩赢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对方也是韩国人 想着上火车后自己的酒态 恩赢决定收拾行李去别的车厢 在赫却走了进来 坐下后看着一身的酱汁满是无奈 深感抱歉的恩赢 拿出一件毛衣让在赫穿上 在赫不屑地说这种幼稚的衣服怎么穿 但下一秒衣服却穿在了她的身上 恩赢傻笑着感叹就像是量身定做的一样 在赫却没有心情搭理她 继续看自己的曲谱 恩赢看了一眼后 猜出对方一定是路边卖场的 拿出比例给的公演门跳逼给在赫 慷慨地说就当是洗衣费好了 看男人没反应 自顾自地说这可是很贵的 直接塞进了她的手中 让她别顾着自尊心 多学学大师风范不是更好吗 男人笑而不语 恩赢在窗边哈气后 画出了一个笑脸 在赫不自觉地回忆起小时候 和小恩赢相处的情景 看着窗外的美丽风景 和眼前呼呼大睡的女孩 在赫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下火车的恩赢吃力地提着行李 在赫主动帮忙 让恩赢心里多出了一丝温暖 和在赫套近乎 想要跟她一起去公演现场 不料在赫却自顾自地离开 李莉看着在赫 这突变的穿衣风格深感意外 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赫告诉她是遇到了 奇怪国家的爱丽丝 来到目的地的恩赢 四处闲逛寻找灵感 看着大街上表演的男人 不自觉地幻想着 在赫表演时的情景 来到会场外的恩赢 看着眼前富丽堂皇的宫殿 不自觉地感叹 到底是多么了不起的人 才能在这里公演啊 坐下后看着身旁 空空如也的座位 自言自语道 她一定会来的吧 身旁的掌声响起 恩赢看着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男人 满脸难以置信 悠扬的钢琴声缓缓响起 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沉浸在悠扬的旋律里 异曲结束后 在赫已然大汗名里 大家都起身为主角鼓掌 恩赢悄离开 舞台上的在赫缓缓说道 今天特别想念童年时代 所以想送上 特别的一首曲子给大家 是一首引导我走入深深回忆的曲子 这一番话让丽娜觉得 在赫说的是跟自己的童年回忆 恩赢忍不住抱怨道 那个家伙简直是把别人当傻子 耳边却传来无比熟悉的旋律 不自觉地坐了下来 在赫的眼神越发忧郁 两人同时进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记忆伴随着钢琴曲的结束 回到了现实 台下的掌声不断 恩赢却提着行李自言自语道 好心情都被那坏家伙给破坏了 比利叫住了要离开的恩赢 热情地邀请她一起去参加派对 拿出早已为她准备好的礼服 恩赢看着精致的礼服 对着比利感叹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比利默默在洗手间外等待恩赢 恩赢害羞地探出头 直到比利比划着叫她快出来 恩赢才羞涩地扯着行李箱走出 比利看着美丽的恩赢 忍不住对她一番夸赞 恩赢还想要询问真的要这样穿吗 比利则自顾自地说真漂亮 想这是难得的一次旅行 恩赢决定豁出去了 演奏结束的在赫 努力在离开的人群中寻找恩赢的身影 却被热情的丽娜打断 两人准备一起前往宴会 恩赢因为鞋子太长 而觉得走路无比困难 比利一时也想不到解决的办法 机智的恩赢将纸巾塞进了鞋子里 比利瞬间觉得大开眼界 来到宴会上的丽娜拿出了自己的名片 一脸得意地问在赫有没有吓到你 看丽娜的身份 竟然是专辑唱会企划公司的组长 在赫脸色大变 冷冷地问这就是你接近我的原因吗 面对丽娜的疑惑 卫生告诉她自己绝对不会回韩国 对唱片什么的也没有兴趣 让丽娜好好记清楚 自己并不是她心中怀念的尹在赫 一席话让丽娜惊呆在原地 作为主角的在赫来到舞台上说这些词 台下的丽娜因为刚才在赫的一番话 而变得精神恍惚 不小心和别人撞在一起的她 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也许是因为对丽娜有一丝内疚 在赫在大家面前叫住了要离开的丽娜 向大家介绍说她是自己来自远方的朋友 听着大家源源不断的掌声 丽娜似乎又恢复了自信 在赫一眼认出了恩盈 四人在这里正式相遇 比利用英语介绍恩盈是自己的新女友 这一席话让在赫觉得无比实用 愤愤地对着比利说 难怪刚才演奏结束不见你的身影 作为在赫心寄人的比利悄悄跟她解释 刚才被女友死缠烂打 自己也没有办法 在赫冷冷地看向恩盈 第一次参加舞会的恩盈对舞蹈一窍不通 在赫和丽娜则在舞池中央偏偏起舞 向丽娜解释 自己只是对出唱片的是比较敏感 丽娜感叹还以为我对你来说不一样 在交换舞伴时 对恩盈满是误会的在赫嘲讽道 你能力不错 在我面前是爱丽丝 在比利面前又是谁呢 每换一个男人就换一个名字是吗 看着因为生气想要逃离的女孩 用力将她拉至身前 说故意打饭为增汤的是 我会在比利面前替你保密的 忍无可忍的恩盈推开在赫愤愤地离开 孤傲的男人却不想就这样放过恩盈 将红色毛衣丢给她 问装出衣服清纯的样子欺骗男人 是你惯用的伎俩吗 恩盈忍不住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赫自以为是的说 比起贫穷的街头艺人 比利的条件好太多了 告诉恩盈比利虽然对女生都很亲切 但却不是什么女孩都能入她的眼 恩盈愤愤地回到我也会挑男人 也不是什么男人都要 像你这种人我也不要 被你穿过的衣服我也不要 拾起衣服扔到了在赫手中 于是在赫告诉他那就扔掉好了 恩盈看着男人的举动一脸难以置信 在赫得意洋洋地离开 只剩下恩盈在身后气愤地大叫 你真是个大坏蛋 被气炸的恩盈一边走 还不忘一边叨叨当时给他门票 就该告诉我他是谁呀 就在这时恩盈回一起火车上 在赫介绍自己说是克雷斯 想着当时只以为是一句玩笑话 不料这家伙竟然是真的克雷斯 哼不管那么多都是那个讨厌鬼的错 赶来的比利向恩盈道歉 觉得都是因为自己让他喝误会了他 满身疲惫的恩盈请求比利不要再管自己 比利自顾自地叫恩盈上车 恩盈却不想搭理他 不料却因为该死的高跟鞋不合脚 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比利毋庸置疑地抱起恩盈 怀里的女孩紧张地一动也不敢动 最后被轻轻地放在了车前 温柔地查看恩盈的伤势 毫不犹豫地扯下领结 紧紧绑住恩盈受伤的脚 恩盈眼里满满都是感动 比利将恩盈送到朋友的旅店 一阵寒暄后 恩盈努力拿出一部分钱交给比利 表示这是自己的住宿费 比利欣然接受 但还是将其中一枚硬币还给恩盈 跟朋友打好招呼后 就在准备进入恩盈的房间时 担心比利有不好的想法 恩盈连忙上前阻止比利进自己房间 笔花着让他可以回去休息了 比利来到同住在一个旅馆的在贺房间 在贺劝他不要太沉迷于恩盈这样的女孩 比利盈盈觉得今天的在贺不对劲 深夜里 恩盈和在贺同时梦到儿时的情景 惊醒的在贺已然大汗淋漓 看着窗外的风景进入了沉思 恩盈利用堆积的雪 溅起了儿时祈祷用的雪堆 对着他诚心祈祷 当在贺看到雪堆时 不自觉地想起曾经跟恩盈祈祷的画面 渐渐地出了神 准备离开的恩盈 听着古堡里传出忧伤的琴声 忍不住四处查看 带着疑惑打开古堡的门 在贺却从另一个门离开 当比利来到旅馆 只剩下恩盈留下的裙子和鞋 还有一封信和他送给比利的礼物 告诉他自己要离开前往水晶博物馆 丽娜看着恩盈留下的礼物 忍不住感叹真是太美了 看着贝壳的在贺却不自觉地想到 儿时恩盈送给自己的礼物 从两人的谈话中得知 女孩已经前往博物馆 比利艰难地叫出恩盈的名字 从好友口中听到那阔别已久的名字 在贺原本暗淡的眼神马上变得明亮 不自觉地读出恩盈两个字 不明所以的比利点头表示对的 叫恩盈 回忆起与恩盈相处的时光 这才发现原来两个女孩如此相似 丢下两人直接开车去追恩盈 两人看着好友连招呼都没打就这样离开 完全惊呆在原地 在贺想要以最快的速度 去到那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女孩身旁 回想起多年前 从养父口中得知恩盈在手术中去世的事 不顾一切地想要冲到她的身旁 但年幼又身处他乡的男孩 能做的却只有接受现实而已 在贺最终还是错过了与恩盈见面 为了找到恩盈 她打破不回韩国的誓言 跟着比利坐上了前往韩国的飞机 听比利说自己是半个韩国人 在贺男男自语我也一样 一半是尹在贺 而另一半是 以为在贺是为了自己回国的丽娜 无比兴奋地在机场迎接两人 但等来的却只有比利 知道在贺已悄悄离开 丽娜脸上写满失落 看着一脸郁闷的丽娜 比利尴尬地帮着在贺解释 在贺第一时间 来到了以前恩盈动手术的医院 想要打探当年恩盈手术是否成功 工作人员却告诉她 不是家人所以不能帮忙 看着久久不愿离开的男人 工作人员终于答应要帮她 但结果明天才能出来 另一边丽娜特意为归国的在贺 召开记者招待会 在贺姗姗来迟 当记者询问到回国的原因时 在贺坦然回道 是希望能与我想念的朋友见面 身旁的丽娜一脸娇羞 认定在贺说的朋友就是自己 正在沉思的在贺 却听到比利不停地念叨恩盈的名字 假装不在意地询问是否有恩盈的下落 比利将恩盈的信地给在贺 表示这是唯一的线索 丽娜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比利忍不住向丽娜打探恩盈的事 丽娜遗憾地告诉比利 这趟旅行自己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一个人身上 比利一脸陶醉说 得到水晶设计比赛大奖 获得免费出国旅游的机会 丽娜突然想起恩盈说 她曾得过什么比赛的优胜者 两人觉得只要去打听就能查到 一旁的在贺将两人的谈话听到了心里 丽娜带着在贺 来到是两人弹奏过的钢琴旁 想要让她再弹一次当年比赛的曲子 并不是真正在贺的男孩只能告诉她 已经不记得是哪首曲子 最后在丽娜的提示下 在贺才缓缓将曲子弹奏出来 与丽娜分别后 在贺坐着出租车 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徘徊 最后来到了当年差点与恩盈走散的市场 期待着像当年一样 再次寻回丢失的女孩 缘分往往就是那么奇妙 好几次有机会相遇的两人 却总是成功地错过 就在男人心灰意冷时 却看到不远处的恩盈 坐上了一辆粉色小货车 激动地在身后大叫恩盈的名字 马不停蹄追上去 最后只能坐上出租车 紧紧地跟在恩盈身后 货车上的恩盈 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在贺 最终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 两人还是成功错过了彼此 回到酒店的在贺 小心翼翼地拿出当年恩盈送的礼物 却在此时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 疑惑他为何突然决定回韩国 告诉在贺他的妈妈很想他 命令他要时常给妈妈打电话 不死心的在贺 来到恩盈参加手工比赛的公司 想要打探他的联系方式 不料对方却以不能透露隐私为由 拒绝了在贺 在贺前一秒刚离开 比利也出现在了同一个地方 各种耍帅卖萌 看女人还是拒绝 比利用三流的韩语加上各种手势 说自己很快就要离开回奥地利 就在他可怜巴巴的离开时 女人却叫住了他 说听别人说他常在大红的市场摆摊 一辆粉红色的货车 比利万分感激 在贺和比利同时来到了恩盈摆摊的市场 各自努力寻找着恩盈的身影 但先看到两人的却是比利 当在贺看到粉红色小货车时 比利先他一步来到了货车跟前 跟恩盈的好友打着招呼 不经意间在贺劈见不远处的恩盈 激动地跟在他身后 看着恩盈走进一家小吃店戴上围裙 犹豫片刻后也进入了小店 用报纸挡住脸 坐在了一处能观察到女孩的地方 不久后却听到他叫一个妇女妈妈 失落至极地在贺通通离开小店 看到男人未交钱就离开 恩盈来到桌前查看 却看到了在贺一落在座位上的围巾 连忙拿着围巾追出去 恍惚间看出男人就是那个讨厌鬼 却不小心跟别人撞在了一起 只能将围巾带回垫子存放 送外卖的恩盈看到城管正在整治摊位 连忙跑去通知好友 此时比利正在摊前等待恩盈 自以为是的春花 还以为这帅气的男人是被自己迷住 看着匆匆朝着自己跑来的恩盈 比利兴奋地躲了起来 却看到两人着急地收拾 春花让比利一起刚着收拾 并直接将她扔进了货车里 看到春花上车后 恩盈连忙启动 车后的比利只能跟着车子摇晃 好友向恩盈卖关子 说车后有一个昂贵的艺术品 打开不连 被摇晕的比利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叫恩盈别再开了 在两个女人的努力下 终于将比利弄下了车 再次见到比利 恩盈觉得无比开心 同一时间在贺也得到了医院的答复 确定多年前恩盈因为手术失败 已经离世 心情无比悲痛的在贺 只能用钢琴来释放自己的心情 梦彻底被击碎的她 告诉赶来关心自己的利娜 现在真的很想回奥地利 觉得一开始就不该回到这个地方 问利娜如果自己违约取消开演奏会 需要怎样补偿她才可以 利娜面对喜怒无常的在贺深感无奈 说无论你怎样做都弥补不了 疑惑在贺为何突然有这种想法 看在贺不愿意回答 告诉她自己为了这次演奏会 付出了很多心血 如果不能给一个合理的理由 自己绝对无法接受 也不会让她离开 赶贺挥了挥手 问她如果让她受伤了怎么样 利娜以为赶贺是真的受伤了 不料她却做出要击碎玻璃的姿势 这可把利娜吓坏了 要知道对于钢琴家来说 手受伤意味着什么 赶贺威胁道 如果希望我占据新闻版面 你说我该怎样受伤才好 面对这极端的想法 利娜忍无可忍甩了她一巴掌 愤愤地说你不是我认识的尹赶贺 赶贺冷冷地感叹 真是太好了 你终于看清了我的真面目 被吓傻的利娜用拳头敲击赶贺 问她为何要这样 为何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赶贺不自觉地将她抱在怀里 似乎想从利娜身上获得那么一丝安慰 看着两眼通红的男人 利娜询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赶贺默默转身 回到酒店的比利一脸得意地跟赶贺炫耀 说自己见到了恩盈 解释以前说 恩盈缠着自己是骗她的 其实真正缠人的人是自己才是 希望赶贺能对恩盈态度好一点 洗漱后的比例 拿出恩盈送给自己的贝壳礼物 回忆着曾经两人相处的情景 深深地陶醉其中 同时恩盈也拿出旅游时 拍下的照片翻看 当翻到赶贺穿着红帽衣的照片时 不自觉地呢喃着赶贺的名字 第二天恩盈带着简历来到设计比赛公司 意外拿到了赶贺寻找自己时留下的字条 人份往往就是这么奇妙 帮着快餐店送外卖的恩盈 再次与赶贺撞在了一起 看着熟悉的脸恩盈 差点叫出讨厌鬼 赶贺不耐烦地问 难道打翻将之是你的专长吗 听到动静的丽娜和比利也走了出来 坐下后赶贺悄悄打亮着恩盈 恩盈紧张地问怎么了吗 赶贺问带着那个不难受吗 恩盈尴尴尴尬地拿下了安全帽 希望能出现奇迹的赶贺 询问恩盈小时候住在哪里 面对着突来的问题 恩盈达到在首尔 失望再次写在了赶贺脸上 丽娜和比利也陪着两人一起闲聊 比利用英语说着恩盈开粉红小货车 横冲直撞的去世 三人有说有笑 恩盈只能坐在一旁发呆 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向三人道别离开 比利还不忘告诉两人 觉得恩盈就是自己的命运 赶贺冷冷地叫她换一个名字叫 回到摊位上的恩盈闷闷不乐 想不明白赶贺为何会出现在小吃店 好友觉得他应该是想要跟恩盈道歉 然后想要和他做朋友 恩盈问的为何今天见面没有说 好友解释那是欲情故纵 觉得他一定是恋爱专家 是高手 恩盈否认了他的说法 觉得赶贺不是那样的男人 恩盈犹犹豫再三 还是想要将围巾还给赶贺 看着大街上 穿着可爱小熊毛衣的男生 恩盈不自觉地想起了火车上的男人 嘴角洋溢着甜甜的笑 来到刚才和几人见面的地方 正好赶贺走出来 恩盈礼貌地将围巾还给他 赶贺将上次没付的钱给恩盈后 想要直接离开 忍无可忍的恩盈拦住他质问 怎么能那么没有礼貌 别人话还没有说完就这样走开 赶贺疑惑还有什么要说的 恩盈问为何会出现在小店 一时间赶贺也不知如何回答 恩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本以为你是因为在国外的不愉快 所以特意找我 但今天我发现似乎病的是这样 拿出赶贺为了能打听到恩盈地址 留在手工比赛公司的纸条问他 是否真的想过要赞助自己 赶贺回到这也不是不可以 恩盈愤愤地指责赶贺 不该跟自己开这样的玩笑 两人就这样不花而散 刚赶贺坐在丽娜的车上 看着行单引之的恩盈 赶贺的心不自觉地被他的身影牵绊 赶贺在操场上狂奔 直至将身上的力气全部用尽 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看着气喘吁吁的赶贺 丽娜感叹你还挺会跑的吗 以前体育都是最后一名 赶贺问丽娜 以前尹赶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体育总是最后一名 但是学习成绩又总是名列前茅 丽娜觉得赶贺好像是在说别人一样 每天穿得整整齐齐 黑色的漆皮皮鞋 和黑色的蝴蝶领结 丽娜不自觉地说道 穿上烫得鼻挺的白色衬衫 坐在钢琴前面的你 就像是一个小大人 好像美国绅士一样 在赫站起身说道 现在的尹赶贺 喜欢运动 什么都吃 不偏食 因为弹钢琴 学业差强人意 衣服除了演奏会之外都是随便穿 这样的尹赶贺你喜欢吗 丽娜毫不犹豫地点头 现在是3月21日4点40分 尹赶贺像发了疯似的 在拉巴小学的操场奔跑 偶然遇见了一位叫宋丽娜的女生 尹赶贺说 现在的这一刻 只要那位叫宋丽娜的女生愿意 就像初次见面一样 她希望一切都能重新开始 你愿意吗 心领神会的丽娜 高兴地跟在赫打招呼 两人重新自我介绍 比利闲暇时就会来找恩盈 哪里有恩盈的身影哪就有她 恩盈告诉比利自己摊上卖的视频 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 比利也来了兴趣 比划着问恩盈会不会做手指布偶 恩盈看了看手里的材料 告诉她没问题 微风轻轻拂过恩盈美丽的脸庞 比利吃傻地看着眼前的女孩 很快一个布偶就成功的 放在了比利的手指上 比利呆呆地看着布偶眼里 满满都是感动 用布偶比划着叫恩盈陪自己玩 恩盈也学着比利比划 说自己很忙没办法 比利问恩盈是不是将东西都卖了 就可以陪自己玩了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比利开始在摊前叫卖 把女顾客拉到摊前 将自己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女生们无一例外地为比利买单 很快摊上的东西就被销售一空 为了表示感谢 嗯 盈问比利想去哪里玩 早有准备的比利拿出行程表 让恩盈看得目瞪口呆 告诉比利一天去不了那么多地方 看着纸条上写着运动 决定先陪着比利做运动好了 灰汗如雨的两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此时丽娜也陪着在鹤逛商场 两人举止轻易宛如情侣 恩盈带着比利在车上躲雨 在玻璃上写下两人的名字 比利看恩盈的眼神里全都是爱 当丽娜跟在鹤吃着浪漫的西餐时 比利则陪着恩盈在车上吃泡面 告诉恩盈觉得她的微笑很美 很像自己的妈妈 恩盈说想要跟她的妈妈见面 比利说没有机会了 指着天空说她已经去了天堂 在我七岁的时候 所以我对妈妈没有记忆 感同身受的恩盈默默地说道 那你一定很想她 和我一样 比利不自觉地看向眼里 勤满泪水的恩盈 恩盈自言自语道我很想她 很想 比利将恩盈带到了酒店 叫恩盈在在鹤弹琴的地方等自己 说有礼物要送给她 独自带着的恩盈来到钢琴前 生疏地用手指弹奏 丽娜送在鹤回到酒店 对着在鹤的手吹气 说我已经失了魔法 我们的专辑一定会大卖 在鹤邀请丽娜一起进去 想要为她弹奏一曲 恩盈注意到了旁边的旧盒子 好奇心驱使她想要翻开查看 就在要开到曾经送给守虎的贝壳礼物时 比利带着礼物走了进来 恩盈连忙将东西放回原位 比利打开盒子拿出鞋子 恩盈却告诉她鞋子太大了 并不适合我 比利还在强调着 这就是你的鞋子 自顾自地想要将鞋子穿在恩盈脚上 却再次被恩盈挽挤 比利告诉恩盈 自己知道现在的她 和在奥地利的她大有不同 我知道你很努力地工作 但是也应该偶尔让自己放松一下 至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该这样 我们可以一起跳舞 你穿上这双鞋子 跟我去世界的任何地方旅行 所以请你穿上它好吗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听不懂英语的恩盈一脸猛 应付着她说我也一样 我理解你的心情 比利一脸认真的看着恩盈 感叹到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不懂我的心情 看着恩盈呆呆的模样 比利决定先将鞋子给她换上 恩盈紧张地拒绝 两人在推嗓时 弄倒了在荷放贝壳的盒子 正在恩盈将她捡起来时 丽娜疑惑到底是什么 能让在赫如此生气 在赫却连碰都不想让她碰 告诉丽娜我今天没有心情弹琴了 想要自己静一静 开车在回家路上的恩盈 脑海里全都是刚才在赫生气的画面 只能停下车冷静自己的情绪 忽然传来手机来电的震动声 看了看自己的手机 这才发现原来比利的手机 落在了自己车上 打开是在赫打来的电话 犹豫再三 恩盈还是放下了比利的手机 比利冲进在赫房间 命令她马上去跟恩盈道歉 在赫却不想搭理她 不懈地说 别搞得好像人家是你女朋友一样 忍无可忍的比利冲到在赫面前 告诉她恩盈是自己喜欢的女人 在赫冷着脸感叹 很好奇她这次能维持多久 这话把比利也给问傻了 没有继续跟好兄弟较劲 灰溜溜地离开 恩盈晚上反侧难眠 在赫脑海里不断浮现恩盈委屈的样子 于是给比利打去了电话 恩盈不堪其扰 接起电话还未开口 最头传来在赫道歉的声音 告诉比利是因为每次看到恩盈 都会觉得很心痛 所以才会那么生气 用英语说着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请代替我向爱丽丝道歉 因为我知道她现在一定不想见到我 在赫挂断电话后 恩影响着她说 每次见到自己都很伤心 在这一瞬间似乎气全都消了 第二天一大早恩盈活力满满 鼓励自己加油 带着比利的手机来到酒店 不料刚下车裙子 就被扯了一个大洞 将手机交给酒店前台后 好不容易将裙子不好 前台将恩盈落下的粉柄 和比利的手机交给了在赫 在赫第一时间将手机拿给比利 正式地向她道歉 将恩盈此时心情不好的是告诉了她 春花正在比划着 该怎样给比利打电话 帅气的男人就出现在了她面前 春花激动地说两人这是心灵感应 比利去问恩盈在吗 春花心灰意冷 告诉她恩盈回老家她妈妈了 此时恩盈已经坐上了回老家的轮船 闺蜜调侃在赫 没想到她是那么浪漫的男人 竟会买礼物送一生 在赫一脸疑惑问是什么礼物 闺蜜觉得在赫这是故意卖关子 丽娜尴尬地叫在赫别理她 闺蜜看着在赫 不懈地说你似乎和丽娜说的不一样 在她口中你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温暖的人 但我却觉得你很神秘 是不是觉得我的话太尖锐 在赫只能暂时逃离 闺蜜还在喃喃自语 我们明明看到她有买礼物不是吗 丽娜却觉得也许她是想要给自己惊喜 恩盈下船时 帅气的比利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恩盈满脸欣喜 两人来到了恩盈妈的坟前祭拜 比利感叹原来我们两人一样 都没有妈妈 恩盈强忍住泪水 跟妈妈吐露心事 随后两人来到了福音的住所 看着眼前可怜的女孩 福音忍不住感叹都是那对该死的父子 才害得我们的恩盈家破人亡 觉得他们一定会遭报应的 随后带着比利在夕阳下看海 两人倾听着海浪声 比利将手放在了恩盈肩上 不知所措的恩盈张开双手 当恩盈反应过来才发现 马上就要错过最后一班轮船了 着急的叫比利快跑 虽然是百米冲刺 但最终两人只能可怜巴巴的看着轮船离开 丽娜与在赫坐在一起闲聊 觉得应该再找一个经纪人助理才可以 就在这时接到了比利打来的电话 还会说清楚情况比利的手机就没电了 于是她用恩盈的手机拨通了在赫的电话 告诉她自己和恩盈外出赶不上船 所以今晚不能回去了 丽娜听到赫说比利和恩盈在一起 感叹难道两人今晚要一起过夜吗 恩盈带着比利找到小岛上的旅馆 两人共进晚餐 看着对方被辣椒 辣得不行的两人哭笑不得 丽娜则带着赫去跟曾经的老同学聚会 不出所料在赫一个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还好有丽娜在身旁打圆场 才缓解了尴尬 同学感叹当年听说你在加拿大死了 我们都无比伤心 恩盈和比利同时打开了窗户 比利向王子般邀请恩盈出来 从房间拿毯子出来披在恩盈身上 看着光着脚丫的比利 恩盈让她将脚放在自己脚上 比利用英语问恩盈大海怎么说 随后又问喜欢你 恩盈继续用韩语翻译 最后是我爱你 再傻的人也能看出比利的意思 但恩盈却继续在她面前装傻 表扬比利学得很快 真棒 回到家的丽娜给赫赫打来电话 没说两句赫赫着急的道晚安 丽娜娇称着说赫赫没情调 但也只能乖乖地挂掉了电话 就在恩盈准备睡着时 手机却突然响起 听到对方说是尹赫赫 让恩盈很意外 还以为她要找比利 却听到她说要找的是自己 赫赫诚心地跟恩盈道歉 恩盈问为何说对不起 赫赫答道 我对你发脾气 还有 我说看到你就生气那句话 我向你道歉 两人同时感受着对方的呼吸 谁也没有再说话 最后恩盈打破了沉默 今天谢谢你的帮助 两人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心 正在被对方牵绊 恩盈从梦中惊醒 此时的她已然大汗淋漓 泪水还挂在她的脸上 打开窗看到早已睡醒的比利 正在海边捡贝壳 两人一起离开回首尔 恩盈看着比利 为自己拾的贝壳无比开心 狡猾的比利则装睡 靠在恩盈的肩上 恩盈无奈地接受 比利偷偷地看了一眼恩盈后 洋溢出幸福地笑 丽娜和赫赫特意来到机场 迎接回国的养妇女 丽娜向两人介绍恩盈 恩盈礼貌地跟长辈打招呼 听到恩盈的名字 男人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询问丽娜恩盈是谁 丽娜解释她是比利喜欢的女孩 也许现在已经是她的女朋友了 此时比利带着恩盈在对面的草地 用英语说着 只要你愿意穿上这双鞋子 就说明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不明所以的恩盈乖乖穿上鞋子 感叹似乎自己欠比利的越来越多了 比利深情地看着恩盈 慢慢向恩盈靠近 紧紧地抱住了她 在贺在不远处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人 看着手中本打算送给恩盈的粉饼 再看看两人越发轻易的举动 在贺默默转身离开 最后一刻恩盈推开了比利 尴尬的两人互相道歉 恩盈解释自己收下皮鞋 是因为无法拒绝她的好意 善解人意的比利说我明白 我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 这一番话让恩盈放心了不少 在贺来到餐厅正式地跟丽娜父亲打招呼 见过小时候在贺的她 开玩笑说之前两家不是说好 要结为亲家吗 心里甜如蜜的丽娜 叫父亲别开玩笑 比利也带着恩盈来到餐厅 身后的恩盈紧张地翻看钱包 坐下后比利主动跟在贺一桌打招呼 在贺跟恩盈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又慌忙躲开 恩盈接到了继父打来的电话 听说她已经回家很开心 会长看着在贺用餐食用的是右手 询问在贺以前不是做撇子吗 颖父尴尬地解释说 为了改掉这个毛病 一家人费了不少功夫 中途离开的在贺偶遇打电话的恩盈 本想要转身离开 又突然叫住他想要将粉饼给他 找了半天却没找着 尴尬地说没有事 恩盈一联盟 这时服务员拾到了粉饼 在贺联盟说是自己的 面对丽娜的疑惑 在贺冷冷地回答什么都不是 失落再次写在丽娜脸上 恩盈拿出信用卡想要分三期付款 却被告知已经有人买单 恩盈还想要说些什么 情场老手比利告诉他这是应该的 晚餐后三人在酒吧见面 丽娜询问比利昨天跟恩盈去哪里了 比利想了半天告诉两人不记得了 但是是一个美如天堂的地方 推荐去那里拍摄音乐录像带 丽娜也来了兴趣 兴奋地叫比利有空 一定要带两人去 回到房间的比利看着画册 脑海里浮现出与恩盈相处的浪漫画面 整个人陶醉其中 在贺却因为想着两人亲密的画面 而觉得心情烦闷 第二天带着粉饼来到健身馆找比利 却没见到他的身影 于是决定自己去找恩盈 恩盈继父将一大堆电热毯放在快餐店 想要让一家人帮忙推销出去 妻子却不想搭理他 疑惑买那么多毯子钱是哪里来的 质问丈夫现在连电子房租都要交不起了 怎么能去买那么多毯子回来 就在这时一帮流氓闯了进来 逼着恩盈一家还钱 就在几人闹得不可开交时 在贺来到了门外 听到几人说要抓走恩盈去抵债 在贺及时冲了进来 和几人打在了一起 恩盈紧紧地握住在贺的拳头 大叫钱我会还的 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还钱 在贺默默跟在恩盈身后 每次在自己最窘迫的时候就会遇到在贺 让恩盈觉得无比难堪 问他为何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出现 在贺问有没有我能帮忙的 恩盈拒绝了在贺的好意 说上次帮了自己就够了 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 看着恩盈的背影 这次粉顶盒又没有成功送出去 满身疲惫的恩盈一边收拾摊子 一边告诉春花等待客人上门不是办法 根本赚不了钱 春花阻止恩盈 觉得这些都是他辛苦熬夜做出来的 继父对他来说就是无底洞 那么多年来一直替他收拾烂摊子 好不容易存到的注册费 拿去帮继父还债 想要上笔席班 钱也全部交给了弟弟 如果不是我阻止你 去奥地利的机票你也打算要卖掉 恩盈感叹自己真的不该去奥地利 只会给自己增添烦恼 春花劝恩盈为自己而活 如果阿姨真的是你的亲妈 她会愿意看着你这样生活吗 恩盈命令春花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 我在医院里醒来 身边没有任何人 我告诉自己要撑下去 当我想放弃时 是他们接纳了我 所以她不是阿姨 是妈妈 她是我妈 在我心里 他们是我重要的家人 为了替记付还债 恩盈不得不四处想办法凑钱 深知恩盈性格的比利 只能默默地跟在恩盈身后 处处碰壁的恩盈 决定先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再去申请贷款 叫比利假半面事官 大家好 我是321号朴恩盈 今年26岁 没读过大学 但我真的会很努力的 看着比利呆傻的模样 恩盈提醒她该问自己特长了 看着被记负弃倒的继母 安慰她一定会渡过难关的 继母觉得很后悔当年将她带回来 恩盈问又要再重复以前的话吗 从在小岛被骗说起 还是该从被卖到旅馆开始说起 继母立声命令她别再说了 只要想起都觉得起鸡皮疙瘩 临睡前闺蜜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觉得那个讨厌鬼又不喜欢恩盈 两人最多也只能算了朋友 劝恩盈去找她借钱度过难关 恩盈却不同意她的想法 叫她赶紧睡觉 春花只能无奈地感叹 真是太可惜了 恩盈别过头回忆起拒绝在贺的画面 内心感到无比纠结 继母带着所有的金氏来到当铺 却被告知这些并不值钱 第二天恩盈继续东奔西跑 却始终没有人愿意帮助她 内心无比绝望地她蹲在马路边默默落泪 就在这时接到了继母打来的电话 来到警局得知弟弟上语 因向好友借钱 看朋友不肯就把好友打成了那样 现在对方要求200万协议费 继母颤抖着问恩盈现在该怎么办 恩盈让继母等等自己 出警局的恩盈心一横 决定找在贺借钱 马不停蹄地找到恋情事 不料却空无一人 于是又匆匆来到公司 找到了认真学习的在贺 举步艰难地向她靠近 但却始终没有勇气开口 在贺询问恩盈有什么事吗 恩盈将要说的话憋了回去 说自己是来说晚的 看着恩盈离开时落寞的身影 在贺打电话给丽娜 说觉得有必要招一个助理 将之前丽娜给的应聘者资料 扔进了垃圾桶里 听到比利说她的朋友正在着急找工作 故意告诉她 现在丽娜正在找助理的事 比利对在贺万分感激 丽娜听比利说决定要让恩盈来做助理 心情瞬间就不好了 告诉比利不能因为 是她喜欢的女人就随便录用 比利让丽娜注意用词 丽娜面露尴尬 叫丽娜说出恩盈不合适的理由 语色的丽娜回答没有不行的理由 但是必须要问过在贺 恩盈与比利见面 一杯酒下度后 告诉比利可能两人以后 没有什么时间见面了 因为自己要赚很多的钱 什么事都要做 比利却在这个时候告诉她工作的事 恩盈虽然有些纠结 但为了凑到钱 还是决定要试一试 准备与在贺见面的丽娜 补妆时想起了在贺买的礼物 笑容不自觉地挂在脸上 在与在贺用餐时 询问她对恩盈的看法 感叹似乎比利很喜欢恩盈呢 在贺一脸不在乎地回答不太关心 丽娜终于忍不住问在贺 难道没有什么要送自己的吗 看着满脸疑惑的男人 尴尬地说没什么 另一边恩盈带着醉得不省人事的比利 扶着她坐出租车回酒店 看着比利走进酒店后 恩盈决定去寻找 自己上次弄丢的鞋子 醉倒的比利躺在电梯口 在贺将她叫醒后 扶着她回到了房间 恩盈刚来到草地上寻找 天空就下起了小雨 回到恋琴室的在贺 看着恩盈的身影满是疑惑 撑着小伞问她这是在干嘛 看着一身酒气的恩盈 问她难道跟比利去喝酒了吗 恩盈回答有一些感谢她的事 所以喝了几杯 告诉在贺自己正在找鞋子 无奈的在贺叫她别找了 答应给她买双新鞋 恩盈却不肯 责怪她不知道什么是珍贵的东西 无论在贺如何劝阻 固执的恩盈却不肯离开 待在房间的尹妈 看到了两人轻易的举动 就在这时 恩盈发现了自己的鞋子 瞬间开心地向着孩子 尹妈愤愤地盯着两人 准备分别时 在贺终于拿出了粉饼 恩盈还在感叹还以为不见了呢 不料打开却发现是一盒新的粉饼 疑惑是新买的吗 在贺却反问不喜欢吗 恩盈开心地收下了礼物 还不忘回头告诉在贺 自己会好好用的 在贺看着离开的恩盈 笑脸不自觉地挂在了脸上 回到房间想要发信息给恩盈 庆祝她找到工作 突然又觉得不妥 无比纠结的她 最后直接将手机丢到了床上 回想着恩盈可爱的笑容 幸福瞬间灌满全身 此时恩盈看着礼物 也在想着那个 让人捉摸不透的讨厌鬼 第二天一大早恩盈就来到公司报道 在洗手间补妆时偶遇了丽娜 眼尖的丽娜 瞥见了恩盈手里的粉饼 一眼认出和在贺买的一模一样 瞬间觉得备受打击 走出去还不忘安慰自己不会的 在贺也来到了公司 跟恩盈尴尴尬地打招呼 恩盈叫住了要离开的在贺 感谢她陪着自己找鞋 还有为自己撑伞 更谢谢她送给自己的粉饼 窗后的丽娜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满脸的难以置信 一直以来世事要求完美的丽娜 开始对恩盈怀恨在心 直到比利忍不住上前提醒 丽娜才向同事们介绍说 恩盈是今天新来的助理 但却没有给恩盈说话的机会 继续询问比利工作的事 比利看出了丽娜是故意针对恩盈 叫住她跟自己聊一聊 丽娜觉得自己并没有错 比利却觉得 最起码应该给恩盈问候的时间 丽娜冷冷地说 如果你要求我为这点事去道歉 那么我可以去 讽刺说不是当事人跟我说 而是比利你让我觉得怪怪的 在见到恩盈时 丽娜虽然嘴上说着道歉 却讽刺她不该找比利来忠告自己 叫恩盈以后再有心情不愉快的事 就直接来找自己说 而不是通过别人 恩盈解释不是自己找比利 丽娜却没等她把话说完 表示以后在工作中 还会有很多相处的时间 叫恩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丽娜则将在贺带着一个安静的地方 问她为何要将粉底送给恩盈 自嘲地说 本来还以为你要送的人是我 暗自高兴了好一阵 在贺回到我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早就告诉你了 第二天丽娜就找到在贺道歉 觉得昨天是自己不对 不该那么敏感责怪她 看在贺没有回答 撒娇着叫她别生气了 于是在贺说自己也有错 就这样在贺练琴 绿娜则在一旁守候着她 然而当面对恩盈时 在贺却换了一副面孔 看着恩盈为自己修的铅笔 调皮地将尖锐的笔头弹掉 当恩盈责怪她时 在贺有理有据地说 不能让尖锐的笔头弄坏乐谱 恩盈满脸不屑 来到商场大购物 作为助理的恩盈乖乖跟在身后 提着大袋小袋 陪着在贺发呆 带回去的路上 在贺命令恩盈去给自己买水 却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地铁口卖口香糖 拿出钱包里的钱交给男孩 命令他以后不许做坏事 男孩一脸感激地将所有的口香糖 放在了在贺手里 看着离开的男孩 在贺回想到曾经的自己 每天也和男孩一样 为了不饿肚子 拼命祈求路人能买一份口香糖 当恩盈将水买回来时 在贺早已泪流满面 丽娜的闺蜜记者找尖副做采访 听到对方说想要了解在贺小时候的事 尹爸深感意外 本以为他是想要询问政治方面的问题 但女人却只对在贺童年的是感兴趣 面对女人的采访 尹父显得无比紧张 在贺与恩盈也回到了酒店 在贺认真的恋情 恩盈则默默在一旁陪伴 比利打电话于恩盈去桑拿 恩盈忍忍不住跟比利吐槽在贺 怎么连手都不舍得动一下 又感叹那家伙情谈的是真的好 看着恩盈一身疲惫的样子 比利温柔地帮她按摩 两人还一起乐呵呵地敷黄瓜面膜 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下午 继母从在贺口中得知 恩盈现在是她的助理 一脸严肃地问儿子 非要用那个女的吗 在贺疑惑有什么不可以 尹父劝妻子不要这样 三人同时陷入了沉默 回到房间后 女人告诉丈夫自己就是不放心 就算两人的性不一样 但还是会觉得不舒服 尹父出来后 以长官的身份 打电话让人落实当年首尔医院的事 今天是在贺开演奏会的日子 丽娜接到在贺的电话说 要自己坐车前往 面对丽娜的疑惑 在贺解释一直以来开演奏会的时候 自己都是独自坐车去的 丽娜询问在贺喜不喜欢自己送的手帕 在贺拿起来看了看敷衍着说喜欢 在贺再一次打破常规 让恩盈直接开车至现场 看着恩盈一脸担心的样子 在贺解释既然是自己的助理 送自己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为了让恩盈放心 在贺特意打电话给丽娜 听到在贺说跟恩盈一起开车过来 丽娜瞬间像打翻了醋坛子 就在快要到达目的地时 前方却因为事故无法通行 机智的恩盈看到旁边的机车 打好招呼后 命令在贺赶紧将礼服换好 面对在贺的担心 叫她放心自己已经有六年的骑行经验 在贺将丽娜送给自己的手帕 绑在了恩盈的发丝上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演奏现场 此时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迟迟不出现的在贺 终于在恩盈的帮助下 在贺在最后一刻赶到了现场 丽娜无奈地看了一眼在贺 又愤愤地看了一眼恩盈 演奏结束的在贺 正好看到丽娜在训斥恩盈 在贺上前解释都是自己的错 在贺看着独自坐在长椅上的恩盈 本想要上前安慰 却看到比利先一步走向恩盈 比利告诉恩盈没有关系 人嘛难免都会有失误的 有了比利的鼓励 恩盈似乎又充满了干净 一大早丽娜就叫醒比利 让他陪自己回首而办事 在贺则无庸置疑地坐上了恩盈的车 两人在路上被一辆拖拉机拦住了去路 老人直接将车开进了田里 恩盈见状直接下车帮忙 在贺一脸无奈 只能跟着恩盈一起帮老人抓鸡 虽然一开始极不情愿 但是渐渐的在贺也进入了佳境 和恩盈在田地里放飞自我 老人看着一身邋遢的两人 叫他们跟自己回家清洗清洗 洗漱后的两人正要跟老人道别 肚子却不争气地咕咕直叫 只能厚着脸皮在老人家里饱餐一顿 就在这时爷爷接到了紧急电话 隔壁家的老人晕倒了 叫两个年轻人先帮着照顾小孩 丽娜打来了电话 孩子也在这时候醒来 在贺直接关掉了手机 丽娜只能拨通恩盈的电话 此时恩盈的手机却落在了汽车上 两人生疏地照顾着孩子 在贺抱累了换恩盈抱 小女孩感叹两人很像自己的爸爸妈妈 爸爸每天也像哥哥这样抱弟 同时着急无比的丽娜 正不停地给在贺打电话 听到在贺接通后 质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打了多少通电话 这时传来了恩盈的笑声 在贺告诉丽娜回去再说 便挂断了电话 再次被忽略的丽娜气得双眼通红 回来的老人安排两人睡一个房间 恩盈调皮地警告在贺绝对不能越界 在贺嘲笑说自己也是有眼光的人 气炸的恩盈躲进了被子里 嘴里念叨着讨厌鬼 出来透气的在贺再次挂掉了丽娜的电话 当回到房间时恩盈已经呼呼大睡 温柔地看着恩盈 手不自觉地想要抚摸她的脸庞 但很快又收回了手 另一边隐妇也拿到了恩盈的资料 第二天两人洗漱后 就开着车子往手而赶 恩盈看着睡着的在贺 感叹她昨晚难道没有睡吗 竟然会睡那么香 一宿未眠的丽娜看到回来的两人 冲着恩盈咆哮 到底是怎么开车的 却正好瞥见了送给在贺的房间 绑在了恩盈的头发上 直接冲上前 愤愤地将她扯了下来 在贺见状立生质问丽娜这是在干嘛 搞不清楚状况的恩盈一脸猛 在贺找丽娜道歉 丽娜咆哮着问在贺 为何要逼着我做坏女人 同时比利也找到自责无比的恩盈 想着发动恩盈开心 告诉恩盈其实自己也打了很多电话给她 是有点失望 恩盈这才知道比利一直在担心自己 随后比利又找到丽娜 让她相信两人 觉得如果她相信在贺 就不会生气成这样 劝丽娜公司分明 虽然答应了比利会重新整理情绪 但当恩盈来道歉时 丽娜依然没有好脸色 告诉她误会堆积太多就无法挽回了 比利和在贺来到酒吧 比利感叹着还在担心两人处不好 而丽娜却因为两人吃醋生气 觉得一定是在贺对丽娜不闻不问 才让她产生了那样的误会 在贺则告诉比利 我也想拿我的心给她看 恩盈到酒店接在贺 尹妈看到恩盈有些吃惊 从小看脸色长大的恩盈一眼看出 尹妈眼色中的不友好 告诉在贺自己会在楼下等她 尹妈再次问儿子 难道非要用她吗 我是真的很不喜欢她不想看见她 深感疲惫的在贺没做任何回答 等待的恩盈看到尹妇礼貌的打招呼 尹妇略感意外 询问恩盈老家在哪里 恩盈告诉她在贺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在首尔 听到这个答案让尹妇放心了不少 坐在车上的两人 悄悄地观察着对方 直到在贺打破沉默 叫恩盈打开收音机 出来后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在路上 恩盈奋力跟上在贺的步伐 陪着在贺与朋友见面 当男人说到亚瑟 鲁宾斯坦时 恩盈却以为对方说的是爱因斯坦 换来了一阵大笑 在贺刚大的介绍恩盈是自己的助理 两人感叹还以为是爱人了 离开后在贺问恩盈 每天跟着我 是不是该学习一些基本东西 恩盈却觉得没有必要 但当听到在贺介绍鲁宾斯坦后 恩盈还是努力地想要记住这名字 在贺看着恩盈认真学习的样子 抢过他手上的袋子 并紧紧地抓住他的手 一脸温柔地说 我们就这样吧 亲近点 小心脏砰砰直跳的恩盈没有拒绝 就这样乖乖地背在贺拉着手 走在大街上 回家的恩盈努力地背钢琴家的名字 春花忍无可忍 问恩盈为何要一直提起讨厌鬼 那么难背的名字 又是怎么样背下来的 恩盈紧张的解释是因为自己脑瓜聪明 春花疑惑恩盈为何对在贺的是如此上心 是不是对他有不一样的感觉 女人大叫难道我疯了吗 转过头却在思索着闺蜜的话 在贺特意来到地铁口找小男孩 带着他去饱餐了一顿 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他 不知为何总是记挂着那个女孩 男孩一本正经说 你是不是傻 爱上了呀 猜到在贺一定没谈过恋爱 引爸特意来到调查结果的地址 看到春花后 毋庸置疑地认为那就是长大的恩盈 就这样离开了餐馆 另一行人正在开会讨论去哪里录音 送咖啡的恩盈给大家提出建议 觉得陆春天的声音很不错 风声 水声 大自然春天的声音 同时表扬恩盈的点子很棒 对恩盈有芥蒂的丽娜却说 自然彩音太平凡 看着除了自己 所有人都同意了恩盈的想法 丽娜也只能乖乖接受 紧接着所有人来到郊外彩音 倾听着大自然的声音 再贺默默朝着恩盈靠近 坐在她的身旁说道 长得不好 脾气也差 一句都不肯输 说一句顶十句 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你觉得怎样 恩盈感叹就是一个 让人倒胃口的人啊 再贺用炙热的眼神看着恩盈 但我还是喜欢那女人 该怎么办 看着再贺炙热的眼神 恩盈半天说不上话来 装傻问再贺 这是在跟自己讨论爱情吗 再贺则回答我还以为 你知道什么是爱 恩盈的心在一点点 像再贺靠近 两人就这样傻坐着 直到丽娜的出现 还打破了临近 安排恩盈去为大家准备咖啡 坐在再贺身旁的丽娜 说真想能和再贺 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每天早上睁开眼醒来 爱人就在旁边 想要那样活着 却发现在贺的眼神 停留在了恩盈身上 这一次丽娜选择了沉默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再贺毫不掩饰对恩盈的关心 看着她签恩盈 比利只能签丽娜 再贺带着恩盈 走在队伍的最前端 完全不关心身后的丽娜 睡着的恩盈 被一阵吵闹的 手机铃声吵醒 接听后那头传来 旋律优美的钢琴声 这一刻两人仿佛 身处于大自然中 恩盈无比陶醉 知道了再贺心意的恩盈 一大早就开始翻找衣服 春花们不就是去录个音吗 像平时那样穿不就行了 在楼下等待着再贺的恩盈 心情无比坦克 在后视镜前练习着打招呼 出来的再贺看到照镜子的恩盈 听到再贺的声音 恩盈吓了一跳 看着恩盈的傻样 再贺疑惑不走了 恩盈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愤愤地帮着再贺拿行李 刚放好行李丽娜就来了 叫再贺坐自己的车 一起去野外 说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了 再贺却说要坐恩盈的车 这把恩盈也惊到了 恩盈虽然因为再贺的举动而感动 但却还是很担心伤了丽娜的心 却发现在贺紧紧地贴在自己身后坐着 告诉恩盈这让自己想到了骑机车的时候 那个头发味道真不是盖的 恩盈正想发飙 却又被身后的再贺下一跳 甜甜的笑容同时挂在了两人脸上 再贺来到教堂的第一件事 就是单独找丽娜 先是向她道歉 说觉得两人还是做朋友比较好 倔强的丽娜却告诉她 今天先把专辑做好 刚才你说的我就当没听见 在比利跟再贺合奏时 休息的两人目光都是停留在恩盈身上 两兄弟去爬山时相互扶持 再贺却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 比利着急地扯掉衣服帮再贺包住伤 再贺看着比利内心越发自责 比利却开玩笑地说 你死了没关系 你的手没了我靠什么活着 晚上再贺找到恩盈闲聊 将衣服披在了她的身上 随后两人又来到小溪边 找不到两人的比利 在不远处叫着再贺的名字 恩盈连忙将衣服还给再贺 尴尬地逃离 不知该如何面对好兄弟的再贺 内心无比纠结 在最后一次录制专辑时 却传来了奇怪的风声 大家四处寻找风声的来源 当恩盈朝着高处的窗户望去时 摇摇欲坠的玻璃 直接朝着恩盈砸了下来 不远处的比利连忙 护上前保护 自己却受了伤 再贺看着受伤的比利 询问自己在她心中的位置 比利回答两人是一辈子的兄弟 再贺问那么恩盈呢 比利告诉她自己已经爱上了恩盈 听着比利的话 自责的再贺陷入了沉默 此时恩盈觉得无比自责 面对比利时只能不停地道歉 还以为恩盈是因为担心自己 比利安慰她自己很好没有关系 不料恩盈却叫比利不要对自己那么好 越是对我好 我就会越觉得对不起 面对比利的疑惑 恩盈只能告诉她 自己永远也不能像她对自己那样好 所以对不起 比利似懂非懂 同一时间再贺找到神父忏悔 深爱着一个人 却不能去爱 我无法抓住自己的心 神父让她跟着自己的心走 再贺哽咽着说 她是我最珍惜的朋友 第二天再贺对待恩盈的态度大变 因为找不到岳普对她大发雷霆 叫她拿着钱就该好好办事 不然就会辞掉她 恩盈被再贺的态度吓一跳 独自躲到房间默默流泪 再贺偷偷来到恩盈房门外 努力压制自己的心 同一时间尹父拿到了雪恩盈的照片 看着照片上的女孩无比惊恶 这时妻子也走了进来 尹父连忙将照片收了起来 恩盈找到小溪边的再贺 问她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 再贺依然冷冷地告诉她 自己只是想要跟她玩玩而已 恩盈愤愤地打她一巴掌 再贺默默离开 此时找不到两人的比例 正在不远处的阳台上 再贺看着恩盈悲伤的身影 再也无法控制被恩盈牵伴的心 落寞来到她身旁将她扶起 心疼的亲吻深爱的女孩 不远处的比例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伤破了心的比例无处发泄 故意跟再贺针锋相对 虽然心里埋怨再贺 但比例却不想放弃恩盈 特意来到快餐店接恩盈 将她带至高档的餐厅 当着再贺的面 百般讨好恩盈 最后甚至在大庭广众下向恩盈表白 面对比例的表白 心已经在再贺身上的恩盈深感压力 再贺也觉得无比难受 恩盈在比例送自己回家时 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比例 自己无法接受她 觉得还是做朋友 相处自然比较舒服 正是被恩盈拒绝的比例无比失落 心瞬间碎了一地 今晚注定是一个无眠夜 恩盈是因为对比例感到歉疚 比例是因被两个最爱的人伤害 在贺脑海里不断浮现着比例说 自己是她最亲密的朋友 丽娜特意约尹妈在贺一起去逛街 看到恩盈礼貌地问候 尹妈直接无视地转过了头 丽娜故意叫恩盈替自己收拾房间 还不忘提醒她洗咖啡杯 在贺低声让丽娜自己坐 母亲却冷着脸问在贺 作为组长难道不能直视属下 做这点事吗 丽娜连忙劝尹妈上车 三人来到了珠宝店 尹妈想要送礼物给丽娜 丽娜却暗示说想要在贺送 在贺只能装傻 随后在一家人吃晚餐时 尹妈告诉丈夫自己 真的很满意丽娜 想要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 不容在贺拒绝 说自己越看丽娜越趁心 尹爸也说丽娜的程度 做儿媳妇毫不逊色 比利也来到了餐厅 受到尹妈的邀请一起共进晚餐 在贺叫住了要离开的比利 两人来到一处安静的地方 在贺想要开诚不公地 与比利聊一聊 比利告诉在贺 其实一直以来在她面前 都觉得很卑微 羡慕她的一切 无论是她的天赋还是家庭 告诉她自己只是想拥有一个而已 在贺也当然知道比利说的是谁 在一个公司上班的三人 关系越发尴尬起来 同时请恩盈帮忙 拍在贺的日常生活 接到任务的恩盈 开始认真拍摄在贺 还不忘一边摄像一边提问 在贺害羞地回答 本想要拍恩盈完 却因为实在看不下去 她弹琴的呆样 轻易地教恩盈弹琴 摄像机拍下了两人的亲密举动 直到尹妈出现叫着儿子的名字 两人才尴尬地分开 尹妈来到了恩盈家的快餐店 一脸嫌弃地擦凳子后 才坐了下来 点了一份寿司 此时比利也将恩盈送回到快餐店外 尹妈看着桌上的寿司 连碰都没碰 将钱给恩盈养母说不用 养母叫住了她 将寿司打包好和尹妈给的钱 一并塞进了她手里 告诉她比起钱 自己更讨厌好好的寿司被浪费 尹妈嗤之以鼻 出来后直接将她扔进了垃圾桶 却看到了回来的恩盈 身后的养母刚想要拿盐洒过去 却看到恩盈跟女人打招呼 还待在原地的比利 看着两人走进了咖啡厅 尹妈命令恩盈辞掉现在的工作 质问不会对自己的儿子 有了不该有的幻想吧 拿出一个大信封说装得很充足 就当是失业金吧 恩盈将信封推了回去 告诉尹妈自己没有理由收下她 被拒绝的尹妈警告恩盈 想要守住自己的自尊心 就先管好自己 躲在一旁的比利 看到尹妈离开后 想要上前安慰恩盈 当看到恩盈眼泪起满双眼 比利瞬间就不知所措了 回到酒店叫在贺标招惹自己 面对在贺的疑惑 叫她去问她的妈妈 猜到养母一定是去找了恩盈的在贺 气冲冲地冲进两人的房间 问她为何要去找恩盈 知道恩盈真实身份的父亲告诉在贺 自己也反对两人在一起 母亲觉得必须要找人当户对的女人 而且恩盈还是她好兄弟喜欢的人 父亲也跟着说朋友之间不可以这样 马上分手 即使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在贺和恩盈都没有放开对方的手 陪着恩盈去买菜 将她送到快餐店的在贺 还不忘在恩盈的小脸蛋上亲一口 看着恩盈一脸娇羞的样子 养母知道自己的女儿一定是恋爱了 恩盈在原地陶醉了好一阵 进门却发现比利也在店子里 对她深胆愧疚的恩盈 问养母怎么不多拿一点吃的给比利 看着恩盈热情的样子 比利感叹肚子都快要爆炸了 回去的在贺想着恩盈 掉转了车头 送比利离开的恩盈默默说道 我就是个大坏蛋 明知道比利的心 也知道自己给不了比利想要的 比利脸温柔的叫恩盈别担心 我只想给恩盈微笑 在贺在店外查看 回来的恩盈疑惑在贺怎么没离开 在贺解释明天日程太忙 所以今天想要多陪陪她 春花听到在贺的名字无比惊讶 逼声问她就是那个讨厌鬼吗 养母知道恩盈的工作就是照顾在贺 热情的跟她打招呼 逼着春花跟自己去市场 故意给两人独处的机会 于是恩盈教着在贺做寿司 看着在贺认真的样子 恩盈被逗得哈哈直笑 在贺在离开时问恩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觉得刚才恩盈脸上的笑容很不自然 恩盈告诉在贺比利刚才来了 在贺决定将两人的事告诉比利 觉得只要能更爱的人在一起 无论是挨骂挨打都没有关系 于是在贺来到比利的房门外 犹豫再三还是按下了门铃 但比利却没有给在贺说话的机会 自顾自的说着 虽然听不明白恩盈在说什么 但自己能感觉的出来她的心 告诉在贺自己喜欢韩国 虽然在这里很痛苦 但也教会了自己很多东西 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人 另一边尹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打开了丈夫的书柜 看到了恩盈的资料 知道了在贺身边的恩盈 就是当年旧的小女孩 丽娜来到恋琴房 拿走了摄像机与内存卡 打电话约比利到公司研究影像资料 就在两人认真的查看录像时 在贺也来到了公司 丽娜与比利看到了录像里 在贺跟恩盈弹钢琴的亲密画面 两人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走进来的在贺看到录像 已经呆在了原地 跟着比利来到外面 狠狠地一拳打在了在贺脸上 比利告诉在贺 两人虽然是朋友 但自己却总觉得 活在在贺的影子里 虽然喜爱你 可我却也憎恨着你 面对最好的兄弟 自责的在贺只能说对不起 离开前比利告诉在贺 自己依然还会爱恩盈 看到了恩盈资料的尹妈 再次来到快餐店 质问恩盈怎么听不懂人话 看恩盈还是不愿意离开公司 不懈地问她能为在贺做些什么 开车还是泡咖啡 恩盈含着泪卑微地说 爱在贺 爱她的所有的所有 你人嗤之以鼻 爱 妄想用你那廉价的爱 亏是我的在贺吗 如果这是你的梦 还是趁早醒醒吧 第二天来到公司的恩盈 就接到了丽娜打来的电话 叫她到自己房间一趟 当恩盈走进房间 却看到电视上 放着自己和在贺的录像 连忙想要关掉 身后的丽娜 不停地用遥控打开电视 看着惊慌失措的恩盈说道 只是让你拍在贺 而你却在里面 想要拍恋爱广告吗 恩盈低着头不敢吭声 恩盈想要解释 丽娜却没有给她机会 问她难道又要狡辩吗 叫恩盈好好判断自己的问题 被训斥了一通的恩盈 看着恋情的在贺 回到家想着尹妈嘲笑自己的话 又想着丽娜的话 含着泪默默下了某种决定 第二天就带着辞职信交给了丽娜 看着恩盈交给自己的辞职信 丽娜感叹真是太好 还不至于笨到听不懂自己的意思 离开前 恩盈依依不舍地转身告诉丽娜 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以为她是可以像姐姐一样相处的人 丽娜似乎有所触动 叫恩盈不要怪自己 也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坏 走出来的恩盈看到了等候已久的在贺 抢过她手中的钥匙 说今天自己想要做她的司机 车后的恩盈吃傻地看着在贺 不自觉地慢慢靠近 从身后抱住了她 在贺紧紧地握住恩盈的手 却不知此时恩盈的心有多痛 直至天黑两人才回家 恩盈将在贺为自己买的礼物还给她 告诉她这东西对自己来说太贵重 看拗不过恩盈 在贺无奈地说暂时帮她保管 恩盈故作轻松地叹了口气后说道 终于下班了 最后的下班 在贺并未理解恩盈话里的意思 向恩盈道歉说最近让她太累了 不管是妈妈还是比利 恩盈看着在贺 眼里满是不舍地说我走了 但没走几步 又跑了回来 抓住在贺的手 深情地稳了两秒 告诉她这是今天的礼物 帅帅的比利在丽娜这里 知道了恩盈辞职的事 马不停蹄地找到恩盈 问她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关系辞职吗 恩盈达到没想到自己的爱 会伤害那么多人 这样做只是想要让一切回到原位而已 看着努力在自己面前坚强的恩盈 比利感到无比心痛 第二天一大早比利就来到快餐店 意外知道了恩盈并没有告诉家人 自己辞职的是 默默跟在恩盈身后 恩盈看着报纸一家家打句电话 却始终不如人意 迟迟联系不上恩盈的在贺 终于发现了异常 找到丽娜问才得知恩盈已经辞职 这才明白昨晚分别识恩盈话里的意思 丽娜找到了尹妈 委屈地说在贺总是抓不住自己的心 尹妈听出了丽娜的意思 叫她放心让自己去处理 买菜回家的春花看到了尹妈 从房屋中借出来感到无比困惑 随后恩盈的养母就收到了一大笔转让费 兴奋地在合约上按下了手印 联系不上恩盈的在贺 只能在街上四处寻找恩盈的身影 来到快餐店找寻 却大门紧闭 空无一人 计谋得逞的尹妈兴奋地告诉丈夫 那个叫恩盈的女孩已经辞职 觉得现在该是撮合丽娜和在贺的时候了 在贺找到小男孩 带着她来到商场 小男孩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双跑鞋 陪着父亲吃饭的抢酒 还不忘时不时看一下新鞋子 看着电视中弹钢琴的在贺 男孩一脸难以置信 告诉父亲他就是买鞋子给自己的人 然而当男人看着电视中的在贺 已然看不出那就是自己失踪多年的儿子 恩盈拿着自己做的视频 向各个摊位推销 比利悄悄跟在恩盈身后 被拒绝的恩盈 批见了比利无比吃惊 深知比利心意的恩盈 告诉他这样做自己会有压力 比利却告诉恩盈 自己只是想要看他笑而已 看恩盈说想要重新做朋友 比利回答 不 我想要坐在你身边 让你觉得轻松的人 养父母告诉在贺 在明天欢迎归国宴会上 打算宣布他和丽娜订婚的事 在贺疑惑难道都不问一下自己的意见吗 养母无庸置疑地告诉他 这世界上没有比利娜更适合他的女人 养父命令在贺一定要去 说很多名人都会到场 看着在贺闷闷不乐的样子 比利问恩盈对他来说是什么人 在贺回答是看着就会心疼 联系 想念 比利默默说道 我只要看着恩盈笑就会幸福 你可以给他我不能给的 能让恩盈笑的人就是圣者 释怀的比利和在贺握手言和 告诉了他恩盈摆摊的地方 在贺像白马王子般朝恩盈靠近 不容拒绝地拉着他的手离开 此时无比期待的丽娜 一脸幸福的慰宴会旋礼服 在贺将恩盈带至郊外 二话不说躺在草地上 让恩盈就这样陪着自己 直到自己愿意起来 下定决心离开在贺的恩盈 愤愤地离开 告诉追上来的在贺 爱情对自己来说是奢侈品 在贺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他 请求他留在自己身边 待在恩盈的位置上就好 深深爱着在贺的恩盈 默默地握住了他的手 宴会正式开始 绿娜向闺蜜炫耀着说 今天在贺父母就会宣布 两人订婚的事 尹妈看着在贺迟迟不出现 无比着急 在贺却拉着恩盈来到了酒店 面对恩盈的疑惑 命令她绝不许松开自己的手 影妇在台上叫着在贺的名字 绿娜看着两人 知道自己的梦已经破碎 缓缓走上台的在贺告诉所有人 我爱的人是朴恩盈 现场一片哗然 恩盈惊慌地逃离 在贺不顾一切地想要追上恩盈 比利拦住在贺让他放恩盈离开 在贺却叫他不要管 看着坐上公交车的恩盈 在贺连忙拦住一辆出租车 跟在身后 比利孤独地离开 宴会上也只剩下另一面一个人 而尹妈也因承受不了打击晕了过去 下车后看到了跟在身后的在贺 告诉他觉得待在他身边的自己很肿破 让在贺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 在贺则说知道今天的举动不好 但是我就是想让所有人知道 我爱的人是你 就在这时接到了母亲晕倒的电话 对母亲深感自责的在贺 看着他呢喃着自己的名字 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无处泄愤的丽娜找到比利 质问他难道爱的人要离开 不是该想办法抓住才是吗 比利直戳重点 虽然在贺做的不对 但是丽娜你和她的父母做的也不对 面对丽娜的疑惑 正义凌然地说 怎么能不考虑在贺的感情 你早知道会发表订婚吧 利娜低下了头 惊醒的尹妈告诉儿子 你就是我的生命 没有你我不行 那个孩子绝对不行 他会毁了你 在贺还想要劝母亲 却被父亲阻止 在贺向父亲道歉 父亲一脸严肃地告诉他 别的事情不说 唯有结婚这是不能按你的意思 在贺却告诉父亲 唯有结婚 必须要跟自己爱的人 在贺的话让养父感到吃惊 这是这么多年来 儿子第一次反抗自己 调整好情绪的利娜 看着恩赢的辞职信 打电话叫他马上到公司一趟 看着对面坐着的恩赢 努力地压制住心中愤怒的火苗 将恩赢的辞职信地回给他 皮笑肉不笑地说 是撕掉还是留着 那是恩赢你的自由 面对恩赢的疑惑 告诉他自己只是想酷一点 现在在贺需要你的帮助 但我也不会就此放弃在贺 本打算放弃的恩赢 却因为有了养母的鼓励 决定重新回到公司上班 面对恩赢的回归 利娜假惺惺的欢迎 告诉来探望自己的闺蜜 放她再在贺身边 只是为了更好地观察两人 本来闷闷不乐地在贺 在看到恩赢的那一刻 脸上瞬间笑开了花 紧紧地抱住惺惺惺惺的女孩 感叹这就像抱住了太阳般温暖 公司里所有人开会决定 去比利建议的小岛拍MV 利娜叫住要离开的恩赢 说自己的车子进了修理厂 想要让她送自己去一个地方 两人来到了医院后 利娜假装一脸郁闷地说 自己忘记买饮料 叫恩赢帮忙买了后 送到850病房 不明所以的恩赢乖乖地来到超市 来到病房外的恩赢打电话给利娜 却始终无人接听 于是在敲门后 得到对方允许的情况下 走进了病房 再看到对方的一刹那 两人都呆住了 反应过来的尹妈 发疯般大叫让恩赢马上出去 利娜假惺惺地上前关心尹妈 命令恩赢到车上等自己 看着恩赢灰溜溜离开后 利娜露出了计谋得逞的邪笑 尹爸在医院外看到了失魂落魄的恩赢 不禁有点意外 刚回到家恩赢就病倒了 养母疑惑那个女人 到底跟自己的女儿说了什么 春花达到那还用说吗 一定是叫恩赢不要高攀自己的儿子 看着不停从恩赢脸上掉落的泪水 养母感叹这段时间 到底是受了多少侮辱才会这样 问女儿难道就那么喜欢她吗 就在这时春花响起在房屋中介门口 见到尹妈的事 养母愤愤地来到中介处 问男人到底是谁买了自己的店 随后找到尹妈 拿出转让门面时收到的钱放在她手中 告诉她自己从未想过要卖的女儿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过尹妈满脸鄙视自己的样子 说现在的孩子们只要自己喜欢就好 父母不该那么残忍地拆散他们不是吗 丝毫没有被打动的尹妈想要离开 养母只能不停地祈求 两人拉着的画面 正好被回来的在赫撞个阵阵 在赫为自己母亲的举动向恩盈养母道歉 解释她这样也是因为太为自己着想 养母感叹这世上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样的 自从那天离开医院后 丽娜就时常想起在赫父母说的话 于是决定试探试探恩盈 在开会时将恩盈的名字叫成了许恩盈 同事联盟纠正她说叫错了 疑惑为何丽娜叫错 恩盈怎么也没有丝毫察觉 此时丽娜的心里更确定 在赫父母一定藏着秘密 抢酒和干爸拿着在赫给的地址 找到了她所在的公司 看着满身邋遢的抢酒说是在赫的朋友 丽娜一脸难以置信 命令男孩马上离开 再过几天就是恩盈妈的忌日 恩盈打包行李打算提前过去 养母顺走了恩盈的手机 正在发信息时被恩盈的声音吓一跳 于是又将手机还给了她 当恩盈来到车站时 遇到早已在这等候多时的在赫 原来刚才养母以自己的名义 给在赫发去了信息 约她在车站见面 恩盈这才知道刚才养母为何鬼鬼祟祟 在赫疑惑这是要去哪里 恩盈达到留有恩盈的地方 在赫就这样乖乖跟恩盈上火车 恩盈提醒在赫去买水 在小吃店的在赫 看到了在门外给女儿打电话的福音 看着熟悉的面孔叫着恩盈的名字 在赫无比震惊 和福音通话的 正是火车上的恩盈 久久无法缓过神的在赫 呆呆地跟在福音身后 看着恩盈坐的火车离开 在赫才反应过来 要去找福音问个明白 却因为对方蹲在地上整行李 错过了知道恩盈身份的机会 看在赫迟迟不出现 恩盈着急地给她打电话 惊魂未定地在赫跟恩盈解释 突然有急事所以没能上火车 向恩盈道歉 恩盈虽然脸上写满失望 但还是告诉在赫没有关系 在赫特意来到酒店找养父 问她是否还记得当年的小女孩 养父吓得打了个机灵 看着养父惊慌失措的样子 在赫回忆起那年冬天听到恩盈的噩耗 自己在雪地里狂奔 猜到父亲一定是对自己撒了谎 在赫来到医院询问院长 拜托他帮忙查清楚恩盈当年 是否真的已经离世 院长以医院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为由 拒绝了在赫的请求 在赫离开时 来医院办事的记者看着他若有所思 院长看着在赫离开的身影 打电话给尹爸报告在赫来过的事 尹爸让他好好保守两人的秘密 闺蜜告诉丽娜在赫小时候出事故的事 说是在取材时 遇到一个曾经在加拿大 跟在赫一起待过的人 据说是一次漂流事故 直到一个月后才再次出现 然而再次出现的他既不会弹钢琴 记忆力也不好 人也变得很奇怪 跟丽娜强调那是一次很大的事故 若有所思的丽娜询问是什么时候 闺蜜回答是从韩国走后不久 然后很快就回奥地利了 在赫拿出了小恩盈送给自己的礼物 回想着今天遇到福音的画面 看着来找自己的丽娜 告诉他有事以后再说 内心充满疑惑的丽娜 打开箱子看到了小恩盈的贝壳礼物 进来的比利疑惑丽娜手里拿着什么 丽娜尴尬地将她收进柜子 比利却饶有兴趣地拿出了贝壳 想起了恩盈送给自己的礼物 感叹似乎跟恩盈的礼物差不多 这话惊醒了丽娜 也回忆起在奥地利看着贝壳时 在赫突然丢下两人开车离开 又想起闺蜜说在赫出过大事故 丽娜心中的遗团越来越大 来到小岛上的恩盈 回到了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 在此居住的老人热情地跟恩盈打招呼 拿来了一个大袋子 告诉恩盈是前不久整理仓库发现的 恩盈看着小时候做的贝壳无比欣喜 抚摸着贝壳 不自觉地回忆起当年 送给守虎的礼物 多年来在赫第一次回到阔别已久的小岛 来到以前恩盈家的房子外 回忆曾经跟小恩盈的情景 面对老人的询问 赫没有多说什么匆匆离开 在码头回忆 当年恩盈叫自己回去吃饭的情景 另一边待在公司的丽娜 脑海里浮现出与赫相处的一幕幕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来到小旅馆的赫赫给恩盈打去了电话 两人隔着一扇墙壁通话 却不知对方就在隔壁 联系不上赫赫的尹妈 看着空无一人的恋琴房 打电话向丽娜求助 丽娜问比利恩盈的故乡是青山岛吧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让比利给恩盈打电话 赫赫独自走在当年和小恩盈 玩耍的油菜花地 却突然在一瞬间 看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 猜到恩盈就是当年的小恩盈 赫赫瞬间泪奔 转过身努力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并不知道赫赫是守虎的恩盈 开心地冲上去抱住爱人 谢谢他特意来小岛上找自己 赫赫努力地躲着恩盈 不想被他发现自己的不对劲 看着双眼通红的赫赫 恩盈担心地询问他为什么哭 赫赫挤出笑容告诉他因为高兴 紧紧地牵着恩盈的手 恩盈将在赫带至母亲的坟前 告诉他小时候自己做了一个大手术 醒来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 就是妈妈的死讯 两人感受着田间的麦穗 同时回忆起小时候的事 恩盈告诉在赫 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捉迷藏 现在太大了 想藏也藏不住了 看着守虎家的房子 还跟多年前一模一样 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 回忆起当年两人为了躲雨 在屋檐下闲聊 守虎告诉小恩盈 因为不舍得眼前的饭桶 所以决定留在这个岛上生活 小恩盈露出甜甜的笑 在赫独自一人来到恩盈妈的坟前 问阿姨还记得我吗 我就是守虎啊 李守虎 在坟前不停地道歉 此时比利跟丽娜 也坐在前往青山岛的船上 比利觉得丽娜固执地认为 在赫现在在青山岛的想法太过执拗 丽娜自信地告诉比利 直到目前为止 每次在赫消失都是因为恩盈 两人很有可能在一起 就在这时比利接到了恩盈打来的电话 确定了在赫也在岛上的事实 恩盈热情地想帮你那批行李 丽娜却冷着脸问在赫 是跟恩盈一起来的吗 不服输的比例也告诉在赫 是自己先和恩盈来到青山岛 随后几人来到了丽娜提前订好的碟数 一套装修如童话宫殿的房子 丽娜拿着在赫拍MV要穿的衣服 交给恩盈时 意外看到了恩盈放在桌上的贝壳 不自觉地回想起在恋情房看到的贝壳 努力压制住震惊的情绪 养父母也知道在赫跟恩盈正在青山岛 坐立不安的尹妈 告诉丈夫当时不该欺骗在赫的 如果那个孩子就这样离开我们怎么办 尹爸回答当时你的病情不稳定 自己也是没有办法才欺骗了他 知道恩盈回青山岛的福音 也回到岛上为大家张罗的饭菜 看着帅气的比利 让他尝尝岛上的特色美食 比利向恩盈求救 恩盈则假装没听到 乐呵呵地看着比利 痛苦地将辣椒塞进嘴巴 比利发现和上次吃的不一样 不停地说好吃 福音让他相信自己这个丈母娘 回来的在赫看到福音 惊慌地低下了头 福音也愣了愣 询问在赫两人是否见过 在赫连忙回答没有 福音感叹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面生了 想了半天 叫出了守府的名字 这把恩盈和丽娜都吓了一跳 在赫连忙说自己叫尹在赫 暂时躲过了被识破身份的危机 丽娜想要悄悄到福音家打听守府的事 却被比利拦住说要一起去 恩盈和在赫骑着脚踏车 在沙滩上放飞自我 当来到学校拍摄时 在赫不自觉地在黑板上 写出了当年老师让自己做的数学题 已经有所怀疑的丽娜打断了她 邀请在赫一起弹奏小时候的钢琴曲 在赫犹豫片刻后回答不记得了 看着在赫要离开 丽娜再次试探 邀请她去划皮法 在赫毫不犹豫地回答没做过 看着离开的在赫 心里越发有了答案的丽娜呆站在原地 看着恩盈独自沉思的比例 坐在了悄悄板的另一边 告诉恩盈本来以为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才会难过 所以我以为无视自己的伤口 她就不会痛 叹了一口气后 安慰恩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远处的在赫看着两人 似乎下了某种决定 楼上的丽娜 则露出了让人难以捉摸的表情 内心无比纠结的在赫 起床后走进了油菜花地里 不远处的恩盈也看到了在赫 丽娜一步步朝着在赫靠近 在身后叫道 李守虎 丽娜质问眼前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到底是谁 看着在赫惊恶的眼神 丽娜明白了一切 一口气冲到海边 脑海里回忆着这一段时间 与在赫相处时 她曾不止一次说自己不是 她想念的那个尹在赫 猜到这15年来 自己想念的真的在赫 一定是出事了 所以才会有现在的在赫出现 心思底里的朝着大海 不停地呼唤着在赫的名字 一夜无眠的丽娜 询问起床的恩盈 还记得那天在秦房 在赫因为这个对你大发脾气吗 将贝壳礼物递给了她 恩盈却因为同事的一声呼唤 错过了知道在赫身份的机会 丽娜看着手中的贝壳若有所思 担心丽娜说出真相的在赫 在工作时不停地观察着她 终于找到机会询问丽娜 昨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丽娜饶有兴致地问 你希望是什么意思呢 在赫被吓得呆呆地站在原地 随着丽娜的眼神 看向满是疑惑的恩盈 乖乖地放开了手 今天安排在油菜花地拍MV 看着恩盈的眼神时刻 都停留在在赫身上 丽娜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在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中 在赫的手指在琴键上翩翩起舞 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当年的画面 悲伤一点点将自己的心填满 最后终于崩溃趴在了钢琴上 面对上前关心自己的恩盈和比利 说自己想要休息一下 但很快大家都发现在赫不见了 所有人都着急地去寻找 比利疑惑平时最担心在赫的丽娜 怎么会一动不动 绿娜冷冷地告诉比利 只要有恩盈在的地方 赫赫就一定会回来的 赫赫来到海边写下了恩盈 对不起 和当年守护写的一样 不明所以的恩盈看到后询问赫赫 写的恩盈难道是我吗 深胆自责地赫赫问恩盈 你愿意原谅我吗 我本来以为可以让你永远幸福的 以为再也不会让你伤心难过 看着赫忧伤的脸 嗯安慰他两人一定会幸福的 我只要能像现在这样握着你的手 我就会觉得很幸福 听着恩盈的话 赫赫的心更痛了 而不远处的丽娜则愤愤地看着两人 在赫本想要叫住离开的丽娜 转过身的丽娜说道 你以后就像在坟前说的那样 忘掉李守虎 继续当尹赫赫 我会让你当一辈子的尹赫 恩盈继续堆起小石头祈祷 比利询问恩盈许了什么愿望 恩盈告诉她自己现在非常幸福 所以希望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样幸福 比利询问包括我吗 准备休息的丽娜询问恩盈 李守虎是一个怎样的人 她是你的初恋吗 恩盈默默答道 我和她不知道算不算爱情 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 所以没什么朋友 生活一直很孤独 但是我却知道 她和我一样很孤独 也许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会喜欢她吧 丽娜询问现在她人呢 恩盈回答现在她不在了 恩盈的心情被丽娜打乱 内心充满伤痛与自责的在赫 则坐在老家的屋外 一边哼着歌 一边回忆着与恩盈在一起的幸福画面 下了某种决定的她眼泪夺眶而出 第二天回到首尔准备坐车离开时 看着恩盈满是期待的眼神 在赫狠下心丢下她坐上出租车 这番操作把比利和恩盈都弄傻眼了 恩盈强颜欢笑告诉比利让他们先走 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就可以 看着离开的出租车 委屈到恩盈强忍住眼泪不让她流出来 而在赫回到酒店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到养父母房间质问 养父还想要辩解 我已经知道朴恩盈就是许恩盈 别再瞒我了 在赫感叹终于知道 为何父母会如此反对两人在一起 直到在赫冷静下来 养父告诉他 这样做都是为了他妈妈 因为他无法承受丧子之痛 连续两次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那个时候他看到了你 以为是死去的在赫回到了他身边 所以当年自己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养父解释是因为知道如果被他发现 两人欺骗了他 就一定会离开两人 躺在床上的养母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回到家的恩盈一边挪着戒指 一边回忆白天在赫对自己冷淡的态度 想不明白他为何会突然对自己态度大变 而知道真相的在赫 在面对养父母时 态度也变得十分冷淡 恩盈将自己做的戒指送给在赫 热情地问他要不要呆呆看 在赫冷冷地回答不用了 命令恩盈去准备车子 恩盈呆呆地回答好的 丽娜特意来到酒店看你妈 看着小时候跟在赫的照片 回忆起当年两人的结婚约定 幸福的笑容不自觉地挂盖了脸上 回到公司的丽娜 第一件事就是叫来了闺蜜 将在赫室里守护的是告诉了他 西真难以置信鼎鼎大名的钢琴家 先生父亲竟然是一个小偷 而且还是间接害死恩盈妈妈的人 丽娜告诉他而且李守护 将恩盈送至医院后 趁着他做手术时跑掉了 西真大叫真是不敢相信 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可以忘掉在赫 装着一副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觉得这段时间在赫的养父母 只是在利用自己而已 而且订婚也是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完美的隐在赫 觉得无法原谅 看丽娜那么执着 西真让他给自己一点时间 去确定一些事情 恩盈陪着在赫来到电视台接受采访 当提问到是否有女朋友时 在赫避而不达 恩盈抚摸着和送给在赫一样的情理界 看着在赫空空颅野的手指 瞬间失落写在了脸上 而对恩盈充满愧疚的在赫 开始刻意躲避他 将一切看在眼里的比利 终于忍不住质问好兄弟 为何对恩盈那么冷淡 看在赫不承认 比利强调从岛上回来后 他就变得很奇怪 在赫则冷冷地告诉他 那是自己的事 帅帅的比利带着手指布偶来 逗恩盈开心 让布偶告诉恩盈想要去喝酒了 恩盈对着比利大吐心中的不快 想都明白自己到底在岛上做错了什么 让在赫对自己态度大变 看着嘴里不停念叨着在赫的恩盈 比利假装一脸严肃地问 以后能不能不要提起在赫 问恩盈在赫只会给他带来痛苦 为何还总要去想他 在赫看着手中的戒指 鼓起勇气去找恩盈 不料刚将车停好 就看到恩盈身后跟着比利 第二天在面对记者采访时 在赫想要拒绝回答两人感情的问题 丽娜却直接接过了话 说两人是彼此的初恋 记者询问两人打算何时结婚 丽娜技巧性地回答 让对方帮两人订日子 终于忍无可忍地在赫愤愤地离开 丽娜尴尬地解释说 他一向那么害羞 在赫只问丽娜到底想要干什么 丽娜气愤地回答 我会让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故意在在赫面前叫恩盈跟自己谈一谈 不懈地看向在赫 在赫着急地将丽娜拉回公司 留下一脸懵圈的恩盈和比利 在赫只问丽娜到底想怎么样 丽娜假惺惺地说 觉得恩盈太可怜 直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在赫请求丽娜不要把真相告诉恩盈 于是丽娜问你又能为我做些什么 到底要伤害我到什么时候 在赫回答我是为了你好 丽娜嗤之以鼻 既然如此我也要为你着想 你是尹在赫 不要忘记这一点 你好好扮演好尹在赫的角色 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告诉恩盈 你是李守虎的事实 恩盈走进来询问丽娜 今天有什么事要跟自己说 两人来到酒吧后 内心苦闷又纠结的丽娜告诉恩盈 两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都活在虚假的回忆中 但我却没有办法停下来 恩盈听着丽娜的话完全摸不着头脑 在赫虽然已经决定疏远恩盈 但当恩盈不小心被加到手时 却还是将对恩盈的爱展现在了脸上 看着恩盈还在感叹 还好粉底没坏 在赫心疼的责怪力里有那么重要吗 但看着在赫的态度 恩盈却无比开心 反应过来的在赫连忙逃开 面对让人捉摸不透的在赫 恩盈决定主动出击 来到在赫的恋情房外 面对疑惑的在赫 问他你知道上次我在这里除了找到鞋子 还找到了什么东西吗 我还找到了你的笑容 可是你最近怎么了 看到我也不笑了 也不愿意看我的眼睛了 还是你讨厌我了 听着恩盈的话 在赫终于忍不住上前抱住了他 两个内心装满伤痛的人 紧紧地抱在一起相互慰藉 在赫请求戒酒消愁的丽娜 能放过自己 让自己与恩盈在一起 诚恳地向他道歉 说自己不是他等待的尹在赫 看着丽娜充满愤恨的脸说道 我不是你记忆中的尹在赫 非常抱歉 处在崩溃边缘的丽娜大叫 够了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恩盈 我绝对不会答应 在赫告诉丽娜自己 恢复起全部的责任 丽娜嘲笑道 躲在尹在赫的阴影下 不敢面对现实的你谈什么责任 正在等待着恩盈电话的在赫 却接到了强酒打来的电话 开着车匆匆赶到了警局 强酒着急地说只有哥哥能救爸爸了 当在赫走进警局时 难以置信地看着 这辈子最不想看见的那张脸 虽然对父亲充满憎恨 但在赫还是帮着强酒将他给弄了出来 男人四处寻找在赫的身影 并不知救自己的人 就是自己亲生儿子的他 感叹觉得那人很面熟 强酒告诉父亲 两人不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吗 车上的在赫默默地看着两人 回忆起小时候跟父亲的时光 回到琴坊努力用钢琴抚平那痛苦的伤疤 恩盈被领导安排 趋利那办公桌上拿在赫的照片 没看到照片的恩盈打开了红色箱子 取出照片时却意外看到了小在赫的照片 看着那张几乎和守虎一模一样的脸 恩盈脸上充满困惑 近来的丽娜打断了恩盈的思绪 统统丢下照片跑了出去 看着桌上的照片 在赫冲出去追恩盈 恩盈鼓起勇气询问 你真的是隐在赫吗 或许小时候有没有去过青山岛 就在在赫犹豫着如何回答恩盈时 丽娜替他解了围 故意打断恩盈的注意力 责怪他不该乱动别人的东西 恩盈先是道歉 不自觉地感叹太像了 在赫疑惑丽娜为何要帮自己掩盖 丽娜回答因为他不能做鬼里守虎 告诉在赫只要他隐在赫的身份活着 自己什么都可以帮他挡着 期待着能出现奇迹的恩盈约出比利 本以为恩盈是想要跟自己约会 比利看着恩盈一脸兴奋 但恩盈却不停地询问在赫小时候的事 失望的比利疑惑为何想要知道这些 恩盈才发现自己的唐突 解释是因为觉得对在赫了解的太少了 向比利道歉说不该问他这些的 把在赫当冤大头的男人不死心地给他打句电话 看对方不接对着话筒一顿埋怨 从身旁经过的恩盈 听到了那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难以置信地转身 看着那张做梦都会被惊醒的脸 身旁的比利关切地叫着恩盈 回过神来的恩盈落荒而逃 西珍特意找到尹爸 想要打听在赫小时候出事故的事 看着尹爸紧张的神情 西珍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 七长露露的男人走进了恩盈家的快餐店 养母一眼认出 他就是害死恩盈妈的男人 而男人看到老乡一脸兴奋 却不知女人连杀他的心都有了 命令他马上出去 钟泰却像个没事人 叫老乡给自己一份寿司和烧酒 养母气愤地抓着男人大叫 你这个连泥丘都不如的家伙 该死的东西 直到现在想骑海顺我的心还躲得慌 你怎么胆胆来这个地方 贺令他在恩盈回来前赶紧出去 就在这时恩盈却走了进来 看着男人的脸 不受控制的浑身颤抖起来 而钟泰却热情跟恩盈打着招呼 弟弟从春花那得知这男人就是守虎吧 二话不说 抓着男人将他丢了出去 养母担心地看着九九 缓不过神的恩盈 回想着往事的一幕幕 恩盈还是鼓起了勇气 跑出来叫住钟泰 问他哥哥在哪里 钟泰告诉恩盈守虎在府外出差 有模有样地说着自己的儿子 现在可帅了 另一边西珍从岛上带回了钟泰的照片 丽娜看着照片自言自语 好眼熟 似乎在哪里见到过他 西珍将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丽娜 尹霸15年前来过韩国 来的时候只有夫妻两人 离开的时候 却是带着载贺一起回加拿大 两人判断出载贺是在韩国收养的 应该是看到一个很像载贺的孩子 所以将他变成了载贺前往加拿大 走在回家路上的钟泰自言自语道 再怎么样也不能被人说成是抛弃子女 灭绝人性的人 听着载贺谈起而时守虎最喜欢的曲子 恩告诉他离开自己的那个人 也很喜欢这首曲子 白天看着那个照片产生了误会 因为你们长得实在太像了 在赫鼓起勇气问恩盈 如果我就是那个人会怎么做 不料恩盈犹豫半天 告诉他不想去往那方面想 感叹着两人应该很快就能见面了 因为今天见到了他的爸爸 看着载贺吃惊又疑惑的脸 告诉他守虎在国外 内心无比焦急的载贺找到了强九 说想要找他爸爸 强九一脸落寞的说爸爸不见了 让载贺想起多年前 爸爸曾无数次丢下自己离开的情景 带着强九回到了酒店 强九兴奋地跳到床上 大叫太幸福了 这个床比我们的房间还大 赛贺问你的妈妈呢 强九回答不知道 爸爸说他早就死了 赛贺失去理智地紧紧抱住了强九 比利鼓起勇气向父亲打听母亲的事 想要去拜计母亲 赛贺去公司后 强九一个人在房间乐呵 看到有人进来连忙躲到了被子里 整理房间的尹妈被吓得半死 逃出来的强九来到了公司找赛贺 丽娜在看到她的一瞬间 想到了曾经她和钟泰来过公司的事 正在思考时 赛贺在她办公室的手机响起 接电话得知对方就是小男孩的父亲 于是约她在餐厅见面 一脸殷勤地带着赛贺一行人 也来到了餐厅 说是要请大家吃午餐 为了试探赛贺和恩盈 丽娜故意将几人带至餐厅和钟泰见面 看到恩盈钟泰热情地打招呼 又不停地感谢上次赛贺就自己的事 丽娜装傻问在贺本以为只有你认识她 没想到恩盈好像也认识啊 感叹三人看起来真像一家人 不明所以的钟泰答道 我要有这样一个儿子就谢天谢地了 心神不定的恩盈 不小心将食物掉到了裙子上 钟泰热情地上前帮忙擦拭 恩盈惊恐地叫出了声 脑海里浮现当年 男人将自己骗出倒的情景 呼吸越发急促起来 终于看出恩盈一样的钟泰连忙解释 自己只是想帮忙擦拭而已 忍无可忍地在贺桃里 丽娜则在卫生间外等待 看着出来的赛赫 一副无比担心的样子询问有没有事 和那位是什么关系 看着赛赫眉头紧锁的样子 假装这才猜出男人是守虎罢了 为了恩盈不再难过 赛赫赫将一个大信封交给钟泰 让他带着钱离开首尔 男人开心地收下了钱 答应赛赫会尽快离开 于是赛赫带着抢酒来到书店大购物 希望他能去到别的城市好好读书 丽娜特意找到尹妈 告诉他自己想要和赛赫结婚 尹妈本想以赛不同意为由拒绝 不料丽娜却用尹爸的长官生涯向威胁 面对尹妈的疑惑 面无表情地说自己已经知道 现在的赛赫是伪报出来的赛赫 问如果大家知道了会是怎样的反应 丽娜刚离开 尹妈就连忙打电话给丈夫 将刚才丽娜威胁自己的事告诉她 担心她的事业 更担心赛赫 她是多么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 如果真相被拆穿 那么两人将会在一天之内全部崩溃 引父安慰妻子 丽娜不是会轻易做这些事的人 回到公司的丽娜 故意在恩赫面前告诉比利 自己已经决定跟赛赫结婚 恩赫和赛赫都震惊地看着对方 丽娜一脸得意地问恩赫 不祝福我吗 丽娜拦住了要去追恩赫的赛赫 恩赫告诉赶来安慰自己的比利 绝对不能这样 丽娜面对赛赫的质问 解释是因为她犹豫不决 所以只能这么做 赛赫问道没有爱的婚姻 你觉得会幸福吗 偏执的丽娜却告诉她 只要她以赛赫的身份 活着就没有问题 因为你曾经爱过我 以后也必须要爱着我 丽娜瞥了眼身后的恩赫说道 我现在就让你确认一下你是谁 恩赫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听到比利叫恩赫的名字 赛赫才反应过来要去追恩赫 比利质问赛赫是怎么一回事 听到赛赫说是误会 比利责怪一开始如果她举动分明 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 赛赫犹豫着想要将真相告诉比利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默 赛赫来到快餐店找恩赫 将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了上宇 而比利则先一步 找到了躲在墙角默默哭泣的恩赫 心疼地为她擦拭泪水 默默陪在她身旁 赛赫来到恩赫家却空无一人 等待许久后 只能无奈地回公司 却意外听到了丽娜和西真的话 知道了上次在餐厅偶如父亲 是丽娜故意设计安排 闺蜜感叹自己以前认识的丽娜 可不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问她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吗 再赫恩赫和比利都在 怎么能把再赫的爸爸叫来呢 不对 那是李守虎的爸爸 丽娜无奈地回答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在这时她发现了门外的身影 打开门却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人 看着担心自己的丽娜 说是自己害她变成了这样 决定去跟恩赫坦白 这是唯一能让所有人 回到自己位置的办法 当她来到快餐店时 却看到父亲在恩赫家吵闹 于是拦住了回家的父子 让强九去小公园待着 紧紧地抓着父亲的衣领 质问她为何要这样过日子 为何还要去打搅恩赫的生活 担心父亲出事的强九找到恩赫 告诉她出大事了 爸爸和哥哥打起来了 钟泰还在疑惑在赫到底是谁 怎么跟恩赫很熟的样子 在赫哽咽着告诉她 是我 李守虎 你的儿子李守虎 不料这一幕却被赶来的恩赫看到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在赫不停地问父亲为何要这样活着 当年不是丢下了我 拿着恩赫的救命钱跑掉了吗 不知所措的恩赫仓皇逃跑 比利默默跟在身后 恩赫脑海里会响起 与在赫相处的点点滴滴 最后蹲在地上默默流泪 难以置信自己深爱的男人 就是多年前抛弃自己逃离的男孩 比利温柔地在一旁安慰 强九看着跪在地上的父亲 冲上前大叫哥哥坏 为什么要欺负我的爸爸 面对强九 在赫只能无奈地道歉 在赫命令父亲马上离开首尔 只留下父亲大叫儿子守虎的名字 并不知道恩赫已经知道自己身份的在赫 来到恩赫家外等待 却始终不见她的身影 刚离开不久 比利就送着恩赫回到了家 让恩赫明天别去公司了好好休息 恩赫请求比利什么都别跟在赫说 等自己的心情好一些了 那时候再跟她说 谢谢比利今天陪着自己 第二天迟迟联系不上恩赫的在赫 还以为她是因为误会自己接吻的事 所以没来公司上班 想要去找恩赫说清楚 却被比利阻拦 答应了恩赫的比利并没有说出真相 只是责怪在赫为何一开始不告诉恩赫 不明所以的在赫强调发表结婚的事 和自己毫不相干 担心此时恩赫正为此难过 觉得很有必要去把误会解开 比利强忍着对在赫的不满 命令她由着恩赫 说这是为了她好 在赫第一时间来到恩赫家 不停地敲门叫着恩赫的名字 蜷缩在床上的恩赫却没有丝毫反应 比利冲进丽娜房间 命令她不许再让恩赫难过 觉得即使没有她 那两个人也已经足够难过了 看着一头雾水的丽娜说道 在赫一直都在伤害恩赫 可能这伤害一辈子都无法抚平 千万别碰恩赫了 丽娜疑惑比利难道是知道了在赫的事吗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惊慌地问难道恩赫也知道了吗 西珍从警局获得了重磅消息 当年守虎是在父母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领养的 也可以说成是拐骗案 丽娜兴奋的命令好友先别报道 面对闺蜜的疑惑告诉她还不是时候 中泰来到酒店找守虎 在快要被人赶出去时 和尹爸一起叫出了儿子的名字 尹爸看着以前以后的两人满是疑惑 在赫告诉父亲自己是在赫 不是李守虎 男人可怜巴巴地祈求儿子别这样 中泰告诉儿子自己真的很想她 在赫命令父亲别在嘴上抹蜜了 问他是不是又没有钱了 到底要多少才够 看着儿子不肯认自己 无奈的男人表示自己只是想要赞 离开首尔前看儿子一眼 会送抢酒去读书 不再让他卖口香糖了 谢谢儿子能好好地长大 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远处的尹父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告诉妻子必须要尽快让 在赫和丽娜结婚才可以 这是能保住我们家唯一的方法 尹妈约出丽娜 说想要和她商量结婚的日期 告诉丽娜现在能保护在赫的人 就只有她一个而已了 丽娜却犹豫了 表示自己也要好好想一想 在赫看到恩盈开心地打招呼 恩盈却甩开了她的手 目光冰冷地盯着在赫 跑到花园里深呼吸 恩盈让她以后别再对自己承诺了 因为我不再相信 心中装满愤怒的恩盈 开着车看向后视镜 都是守虎父子的身影 在赫看出了恩盈的不对劲 反应过来的恩盈连忙停车 面对在赫的关心 恩盈面带杀意地瞪着她 不明所以地在赫一连忙 在公司里看着在赫在菜花地 弹琴的录像 恩盈脑海里不断浮现 两人的幸福画面 在赫追上跑出来的恩盈 还想要解释自己和丽娜的事 恩盈失去理智地咆哮道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为什么 并不知道当年守虎 是为了自己而离开的恩盈 心里对她充满埋怨 在公交车上听着赫说 接下来这首曲子 是回忆过去创作出来的 恩盈拼到了在奥地利教堂外 一模一样的钢琴曲 回忆着赫曾经说伤害了她的人 也一辈子深陷在那口井里活着 赫曾在海边写下的对不起 想着这一切的恩盈泪如雨下 来到第一次看见赫笑的地方 不自觉地走进了恋情室 每一个角落都有两人幸福的回忆 赫赫打来的电话问在哪里 恩盈回答在家 问赫赫在哪 在恩盈家门外的赫赫回答情室 再次向心爱的女孩道歉 说自己真的很想知道她为什么生气 电话这边的恩盈早已泣不成声 向妈妈道歉 觉得很对不起妈妈 不该爱上那个人的 那个绝对不可以原谅的人 一大早恩盈就将情侣戒指收了起来 来到情室弹起了儿时和守虎 最喜欢哼的曲子 赫赫默默走到恩盈身后 陪着她一起弹奏 看着赫戴着自己送的戒指 恩盈的心就更痛了 伴随着熟悉的旋律 儿时的记忆慢慢在脑海中浮现 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 泪水不自觉地滴在了赫手上 赫本想要鼓起勇气 告诉恩盈真相 恩盈却没给她机会 告诉赫觉得每天都活在地狱里 所以就在这里梳理清楚吧 谢谢赫赫这段时间的照顾 赫赫请求恩盈给自己告诉她真相的机会 身心俱疲的恩盈却叫她别说了 什么也别确认 我们也别再继续痛下去了 就这样结束吧 守虎哥哥 不该是这样了 看着跑出去的恩盈 平呆在原地的赫久久无法动弹 反应过来去追恩盈 赫紧紧地抓着恩盈 说不是她想的那样 求她听自己说 恩盈却冷着脸说道 如果我就这样原谅了你 那我妈妈就不会原谅我 听到这在赫无力反驳 就这样放走了恩盈 不小心听到一切的比例 紧紧地跟在恩盈身后 想要送她回家却被拒绝 然而身心俱疲的恩盈没走几步 就直接晕了过去 尹爸开始张罗儿子和丽娜结婚的事 跟丽娜父亲商量好将在一个月后结婚 丽娜来到琴房告诉赫赫 不是自己告诉的恩盈 在赫疑惑丽娜早就知道 忍赫发现自己身份的是吗 丽娜不以为意地回答道 放手看风景也很有意思 不知原因就被推开 只能遥望着别人的心情 现在懂了吗 我也曾这样 对丽娜无语地在赫命令她出去 丽娜却爆出一个重磅消息 说两人的结婚日期已经定好了 让在赫以后就只专注于 两人结婚的事就好 看着还想要奋力反抗的男人 告诉她反正最后不都要跟着自己走了 离开前还不忘回头警告 再做出像上次发表订婚的失误 自己绝对不会原谅第二次 让在赫好好记住 听到恩赫病倒的在赫匆匆赶往医院 此时比利正像个傻二嫩般 努力逗恩赫开心 看着恩赫开怀大笑 比利兴奋地大叫我成功了成功了 在赫来到了病房外 比利时去地离开 看着对自己充满恨意的女孩 在赫跪在病床前告诉她 我第一次感谢能成为尹在赫 虽然李守虎只带给你伤害 如果是尹在赫 现在的尹在赫 她可以让条恩赫幸福 恩赫强忍着心痛告诉她 不管是李守虎还是尹在赫都无法原谅 因为在妈妈的坟前发过誓 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的 在赫紧紧地握住恩赫的手 祈求她不要离开自己 不能没有她 恩赫却告诉在赫 此生遇到你 真后悔 哎 那个太可笑了 没能及时认出你 暂时被蒙蔽的我 自身都感觉是罪过 用我妈妈的命 用我妈妈的命救活的心脏 却在看着你 想起这些就想死掉 看着心灰意冷的在赫 告诉她自己的心脏 以后会为别人而跳动 绝不是李守虎 咄咄逼人的丽娜 拿着小恩赫的贝壳礼物 还给在赫 告诉她现在是该亲手 将她扔掉的时候 来到公司送外卖的上语 听到了在赫要跟丽娜结婚的事 找到她质问 怎么能脚踏两条船 这才喜欢自己姐姐几天啊 竟然又让她如此难过 让在赫端正好自己的态度 离开前邀请在赫去喝一杯 看着闷闷不乐的在赫 问她难道是在跟钢琴谈恋爱吗 怎么能那么不懂女人的心呢 在赫告诉上语是自己做错了事 上语听着无比着急 觉得交往这种事是难免的 只要互相理解就好 比利特意来看望恩赫 看着体贴的比利 恩赫感叹自己真的欠了她很多债呢 问比利想要让自己为她做什么 比利思考了许久 问恩赫是否还记得自己的愿望清单 恩赫想起在粉色货车前 答应陪着比利完成愿望的事 回家后就开始收拾衣服 准备跟比利去安东 客厅却传来吵闹的声音 两人定睛一看 竟然是喝醉的上语和赫赫 瞥见恩赫的赫赫对她说了句对不起后 就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半夜起来喝水的恩赫 却听着赫赫在呢喃着自己的名字 好奇地打开房门查看 看着睡梦中还在叫着自己名字的赫赫 恩赫默默地为她擦拭汗水和眼泪 醒来的赫赫难以置信地看着 刚才梦中女孩的脸 紧紧地抱住想要逃走的恩赫赫 在她耳边轻语 一大早在赫四处寻找恩赫的身影 养母告诉她恩赫已经去安东 回到酒店后在赫才发现 外套落在了恩赫家的凳子上 恩赫陪着比利来到了她外公厅 不料老人却并未给两人好脸色 命令他们马上出去 就在两人失望地离开时 回来的外婆在不远处看到了她们 恩赫和比利来到了小溪边 比利觉得是自己长得和他们不一样 所以他们才不愿意与自己相认 就在这时一位老人在身后 着急地询问比利 是不是会员的儿子 是叫比利吧 激动地上前抱住她 说我就是会员的母亲 是你的外婆呀 激动地叫着我的小狗狗 我的外孙啊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比利感受着这期待已久的爱 老人不停地叫着我的宝贝小狗狗 冷静下来后外婆告诉两人 比利的外公一直觉得 是她的爸爸害死了妈妈 所以才会那么抗拒比利 恩赫询问老人比利妈妈的坟墓在哪里 比利一边走一边问恩赫 外婆一直叫我小狗狗小狗狗的 那是什么意思 恩赫询想了半天 告诉比利那是喜欢她的意思 是爱你的表达方式 在恩赫家外等着半夜的再喝 看到回来的两人连忙躲了起来 比利深情地看着恩赫询说道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只要你能忘记悲伤与痛苦 能找回你的笑容 问恩赫是否还记得我在青山岛也有祈祷 我祈祷你不要再受伤 恩赫询虽然心里无比感动 但还是告诉比利自己没有资格 觉得现在自己正在接受惩罚 对妈妈很抱歉 对比利也很抱歉 比利温柔地抱着恩赫安慰没有关系 再喝只能在不远处呆呆地看着两人 回到情势的比利将自己和恩赫 去安东看母亲的是告诉了再喝 觉得这是几人最好的选择 再喝悲伤地说 我也知道和恩赫不可能了 好几次下定决心放她走 可还是做不到 如果说这一切是命中注定 我觉得我正在接受非常可怕的惩罚 会一辈子都这样痛苦吧 利娜在公司里看到了帅帅的比利 疑惑她这是要去约会吗 看着比利落下的画展门票 利娜瞬间就起了坏心思 恋情的再喝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让她出来陪陪自己 心中装满再喝的恩赫 无论去到何地都能看到再喝的身影 比利告诉恩赫这话是自己妈妈话的 叫恩赫不要忘记梦想 第一次在奥地利见她的时候充满活力 现在看起来却很累 没有梦想就没有微笑 很不好 叫恩赫偶尔跟自己出去旅行 寻找梦想的旅行 就在两人互相鼓励时 恩赫看到了尹妈和丽娜 几人一起来到了餐厅 迟来的再喝看到恩赫面露尴尬 叫母亲改天再吃 尹妈却说是难得碰面的机会 命令儿子坐下 丽娜借机拿出何在赫的结婚喜帖 叫两人一定要来参加 忍无可忍的恩赫直接跑了出去 尹妈紧紧地抓着儿子的手 跑出来的恩赫努力地深呼吸 再喝也终于爆发 愤愤地告诉丽娜 自己绝对不会结这个婚 听到再喝婚训的恩赫 被比利带到了篮球场 各种耍帅卖萌斗她开心 即使恩赫心中有再多的伤痛 面对被自己辜负的比利 还是会努力在她面前挤出笑脸 就在比利挥汗如雨时 在酒吧喝酒的再喝打来了电话 比利让恩赫替自己接 电话那头传来再喝忧伤的声音 问比利是不是已经将恩赫送回家了 向比利诉说自己的心事 恩赫努力地盖住话筒 不想让再喝听到自己的哭声 恩赫将手机递给了比利 来到酒吧的比利 向再喝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当年在医院为什么要不辞而别 再喝回答本以为时间不会太长的 直到养母身体安定为止 这是约定 能筹到恩赫手术费的办法 就只有那个了 就算是叫我去地狱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去的 比利幡然醒悟 原来恩赫的手术费是在贺养父母出的 大叫无法理解 问再喝那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找恩赫 听说他已经死了 听说在手术中死去了 这让比利更震惊了 无法理解再喝的养父母 怎么能对他撒这样的弥天大谎 走在回家路上的比利 拿着手指布偶问恩赫 是不是在想着再喝呀 叫恩赫放心 他没有事 看完视频的恩赫 默默向比利道歉 因为总是控制不住地去想再喝 再喝的签名会上 来到现场的恩赫 听到粉丝们在议论 再喝手上的戒指 据说是小时候初恋情人送的 而且专辑里的曲子 都是为那个女人写的 感叹他真是太幸福了 再喝瞥见了粉丝身后的恩赫 比利叫再喝继续 但再喝还是忍不住时不时的 看向刚才恩赫出现的地方 强九带着父亲也来到了现场 对着再喝大叫守虎哥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两人身上 不理解和和有名的钢琴家 怎么会和穿得如此窘迫的两人有关系 强九固执的要找哥哥签名 还好比利即使拦住 但现场的记者却看出了端倪 向西珍打探几人的关系 西珍努力掩饰自己的紧张 来到丽娜这里叫她以后要小心 并尽快做出决定 要么选择报仇 要么快点跟再喝结婚 砖花在整理房间时 发现了在喝衣服里的贝壳 从签名会回来的恩赫看到贝壳无比激动 此时再喝也在一边弹琴一边思念恩赫 恩赫看着贝壳喃喃自语 原来她一直都没有忘记我 将再喝的衣服放在了琴室外 走出来的再喝看到衣服和贝壳 连忙追了出去 看着行单隐之的恩赫 冲上去紧紧地抱住了她 请求恩赫不要走 恩赫贝责怪再喝太坏了 为什么让我无法讨厌你 为什么让我无法恨你 两个深深相爱又不能在一起的人 在寂静的深夜里紧紧相拥 一大早再喝等在恩赫家外 不过她的反对将她带到了游乐场 说这是15年前跟她的约定 一直以来都将她记在心里从未忘记 再喝努力地讨好恩赫 恩赫问再喝为什么抛弃我走掉了 为什么从来不和我联系 不是说好会守在我身边吗 15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 现在突然出现想要实现你的承诺吗 这算什么 一个小丑带着蛋糕放在恩赫面前 再喝祝恩赫生日快乐 恩赫再次想起小时候 守虎用石头堆起的蛋糕 告诉恩赫以后每一年 都会为她送上生日蛋糕 看着再喝为自己点起的蜡烛 告诉她自己不能接受祝福 今天是妈妈的忌日 因为没拿到手术费 失魂落魄地走在马路时出了车祸 就是在我生日那天 我妈把我带到世界来的这一天 我却把妈妈送到了另一个世界 自责的再喝告诉恩赫不是她的错 都是自己的错 不停地向恩赫道歉 对别人本该是最高兴 最该受到祝福的日子 对我来说却成了最伤心的日子 所以虽然我喜欢尹再喝 很想要和尹再喝在一起 但李守虎不可以 不管我怎么想 李守虎都不可以 养母意外从春花口中得知 在喝是守虎的事实 第一时间冲到恋情室 失去理智的质问在喝为什么要出现 害死了喊顺难道还不够吗 为什么要出现在恩赫面前 不顾在喝的请求 命令她马上在恩赫面前消失 觉得哪怕在喝有一点点良心 就不该出现在恩赫身边不是吗 毕竟你的爸爸是害死了恩赫妈妈的人 抓着在喝骂大坏蛋 听到养母说恩赫被父亲卖到小旅馆时 在喝气愤地来到父亲的住所 但当看到他不停地咳嗽时 在喝选择了默默离开 父亲发现了门边的袋子 连忙跟着走了出来 刚好上次在签名会的记者也找到了这里 在喝拿着报纸质问丽娜 非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丽娜告诉他如果两人不结婚 那么他的身份就很有可能会暴露 你们两父子可能会失去一切的 记者已经听到风声了 所以才不得不这么做 我选择了结婚 放弃了报复 绝望地在喝想着恩赫的话 全都是自己给他带来的痛苦 丽娜则再次强调 想要保全恩赫在喝的身份 唯一的办法就是跟自己结婚 很快恩赢也看到了报纸 明知道和在喝已经不可能 但恩赢还是会觉得无比心痛 看着恩赢的表情 比利满是疑惑 当看到他手中的报纸 比利明白了一切 四处找不到在喝的丽娜 几乎要疯了 问比利那两人是不是又在一起了 比利却告诉他两人并没有见面 如果我是在喝 我也会想逃走的 看着在喝的照片 比利下了某种决定 将恩赢约了出来 内心无比纠结的他一边打球 一边回忆着和恩赢在喝相处的画面 看着关心自己的恩赢说 我们来比赛吧 你只要进一个球 我进五个球 你只要进一个球 我就告诉你 恩赢轻松地赢了比利 疑惑为何今天的比利吞吞吐吐的 比利告诉恩赢是在喝的事 恩赢脸色大变 恩赢终于知道 15年前守虎哥哥 并没有抛弃小恩赢 而是为了救病重的自己 才会突然消失 回忆起当时告诉他 有人为自己付手术费的情景 这才想起哥哥尴尬的笑容 心痛的泪水夺旷而出 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回想起比利说 现在谁也找不到在喝 问恩赢是否能猜到他去哪里 恩赢知道在喝一定是因为 承受不了大家带给他的伤害和压力 所以才会选择离开 想到最近自己带给在喝的伤痛 恩赢自责又心痛 躺在草地上的比利知道 这一次自己是真的失去恩赢了 一滴泪水划过眼角 恩赢看着马路上熙熙攘攘的汽车 打电话给福音询问 是否有看到在喝回了青山岛 失望地挂断电话后 看着垃圾桶上的笑脸若有所思 马不停蹄地往小岛赶 迟迟联系不上儿子的尹妈无比着急 责怪丈夫当初没有听自己的话回奥地利 觉得是两人将在喝逼成了这样 最后因太过激动直接晕了过去 在喝来到了以前和恩赢获救的小岛 刚跟老爷爷道别离开 恩赢就找到了爷爷 用手脚比划了半天 爷爷终于想起了他是谁 告诉恩赢他哥哥也来过 恩赢兴奋地询问爷爷哥哥在哪里 老人告诉他哥哥已经坐船离开了 赶到海边的恩赢 只能看着船渐行渐远 看着熟悉的风景 恩赢回忆起当年和守虎在这里获救的事 此时再贺也在山顶上回忆两人的往事 走在半山腰的恩赢 回想起和守虎在山林里 艰难前行的画面 守虎看着鸡城陆路的恩赢 悄悄跑到一户渔民家偷了饭 想要拿回去给恩赢 却不小心摔了一跤 恩赢突然看到一个无比熟悉的背影 比利拿出手指不偶思念恩赢 拨通了他的电话 那头传来恩赢幸福的声音 告诉他自己找到守虎哥了 比利听着电话那头 两人开心打闹的声音 深深的失落感再次袭来 恩赢的身影不停在脑海中浮现 努力用锻炼来麻痹心中的痛 四处找不到在喝的丽娜 只能找到比利求助 追着他问难道真的要放任他们不管吗 比利忍无可忍 告诉他爱情是不能抢求的 我也不会去祈求爱情 执迷不悟的丽娜告诉比利 反正我不能放过他们两个 比利劝丽娜就这样放过他们 说两人是命中注定 丽娜失去理智的质问 你明明不是也很难过 很想跟恩赢在一起吗 比利告诉他我是很想跟恩赢在一起 但是我更希望他们开心 他们身边也没有位置可以容纳我 我比不过在喝 丽娜你呢 我没有自信放弃自己 去过别人的人生 面对丽娜的疑惑 将守虎为了恩赢的手术费 不得已做了在喝的是告诉了他 直到真相的丽娜内心无比矛盾 不知该不该就这样放弃在喝 在喝和恩赢回到了老人家 热情的老人感叹两人真是太有缘分了 竟然这样一切一厚的来到了这里 在医院陪着妻子的尹爸 一大早就看到了报纸头条刊登着 自己多年前又拐小孩为养子的新闻 面对醒来的妻子 惊慌地将报纸收了起来 恩赢和在喝也回到了首尔 养母看到在喝大骂恩赢是不是疯了 怎么会被这个家伙迷成这样 叫儿子帮着把在喝赶出去 恩赢请求养母不要这样对在喝 告诉他当年守虎是为了自己的手术费 所以才离开的 他也一直很痛苦地活着 请求养母原谅他 养母大叫无法原谅 觉得如果没有这两父子 那么海顺他就不会死 绝望地叫着海顺的名字 同样感到痛心的恩赢 紧紧地抱住养母道歉 尚宇拿着报纸给在喝看 告诉他现在不是该操心姐姐的时候 看着儿子回来尹妈放心了不少 尹爸暗示儿子不要告诉尹妈 自责的尹妈请求儿子不要离开自己 尹父猜测应该是丽娜传出的消息 觉得如果在喝当时 乖乖答应丽娜结婚的事 那么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 在喝却告诉他 当时就该解开那个结 就是因为没有解开事情才变成这样 尹爸质问在喝 我和你妈养孽你长大 已经尽了父母的责任 而你却只会埋怨我吗 离开医院的在喝 第一时间来到公司质问丽娜 丽娜解释并不是自己说的 表示自己只是想要利用守虎的事 将她留在身边而言 比利进来告诉在喝 是丽娜的朋友西珍传出的消息 恩盈家人也看到了报纸 养母还在纠结着 要不要原谅守虎那个小子 上语提醒妈妈 就算是为了恩盈也该原谅守虎不是吗 就在这时一个记者走进来想要采访恩盈 养母叫儿子拦住记者 带着恩盈从后面跑了出去 看着闷闷不乐的女儿 叫她小小年纪不要总是拉长这一张脸 恩盈安慰母亲以后会经常笑的 养母觉得既然是守虎救了自己的女儿 自己在讨厌她好像不太厚道了 让恩盈好好打起精神 离开前还不忘赛琳花钱给女儿 恩盈满满的感动 尹爸特意约钟泰见面 拿出了以前和小在喝拍下的全家福 钟泰不停的感叹太像了 问孩子现在在哪里 听到对方说死了 觉得尹爸一定把守虎当自己的儿子 才能将他培养成这么优秀的钢琴家 自豪的说有这样的儿子做梦都会消息 尹爸打断了钟泰 告诉他曾经他有前科的事 很快就会被记者拔出来 那些事被扒开将会对再喝有很大的影响 需要男人能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满腹委屈的钟泰喝着酒 回想着尹爸的话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证明 自己不是尹再喝的亲生父亲 觉得明明是自己的儿子 却要说成不是自己的 真是太没有道理了 钟泰找到儿子 看着在喝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说自己只是想要看一下儿子的脸 再喝问当年抛弃了我 为何现在又想要见我了 钟泰叫住了要离开的再喝 告诉他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都是我的儿子 再喝却直接甩开了父亲的手 不知道这一刻男人是否后悔 曾那样无情地对待儿子 失望地转身离开 医院里醒来的尹妈 听到了护士们在议论在喝生父前科的事 此时尹爸正在通知再喝 决定明天召开记者招待会 让再喝告诉大家 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再喝却不同意 告诉养父自己决定要坐回里守虎 觉得就算不弹钢琴也没有关系 打算脱掉这让人窒息的外科 请求养父不要再强迫自己了 养父无庸置疑地让再喝想一想 他是怎么样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不该只想着自己 丽娜约出恩盈 问他是否知道在喝的情况 请求恩盈帮帮在喝 问他不是也知道 在喝和谁在一起才会幸福吗 恩盈表示自己也不希望 在喝和父母还有位置全部乱套 丽娜告诉恩盈 如果两人继续交往 在喝的真实身份就会被拆穿 那么在喝的家庭还有周围的人 全都会很难堪 恩盈犹豫片刻后告诉丽娜 不想让守虎再次因为自己痛苦了 只要哥哥幸福 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决定 自己都没有关系 恩盈在长椅上坐了许久 说了一句哥哥永远是我的哥哥 摘下了手上的情侣戒指 约在喝在快餐店见面 告诉他无论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没有关系 哥哥永远是我的哥哥 我们不是盖张过了吗 哥哥就算是以尹在赫的身份活着 也依然是我的哥哥 努力的强烟欢笑说道 你将李守虎的身份藏起来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知道不就行了吗 看着想要解释的在喝继续说道 不管我是嫖恩盈还是雪恩盈 对哥哥来说不也是永远的恩盈吗 记者会正式开始 在喝意外看到了父亲也来到了现场 记者一开始就对在喝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问他到底是尹在喝还是李守虎 就在在喝犹豫着回答时 钟泰站了出来 告诉所有人他不是自己的儿子 我的儿子是李守虎 是爸爸无能才将李守虎给弄丢了 记者问档案上李守虎 被记录为行踪不明者这怎么解释 钟泰告诉大家 是因为自己日子艰难 普及有些不能照顾好儿子 跟大家强调会继续寻找儿子守虎的 记者让在喝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喝思考了许久 告诉大家自己是尹在喝 面对记者们咄咄逼人的问题 尹父拿出了儿子小时候和丽娜的照片 问丽娜可以为在喝证明一下吗 丽娜走上前告诉所有人 自己和在喝是在小学认识的 确定坐在这里的尹在喝就是自己的初恋 宣布两人决定再近期结婚 看到新闻的恩盈给在喝打去了电话 鼓励他做得很棒 就算自己见不到哥哥也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的我 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哥哥 比利也安慰好兄弟 不管他做出什么选择 恩盈一定会理解的 在喝叫住了要离开的父亲 为了儿子 钟泰把他当作陌生人一般 向他道歉这段时间给他带来了困扰 自责的在喝还想要叫住父亲 却被丽娜阻止 也许是觉得自己罪孽太重 钟泰一边喝酒一边走在马路上 心神不定的在喝 也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事故 当在喝匆匆匆赶到医院时 让自己又爱又恨的父亲 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 对父亲深感愧疚的在喝气不成声 将父亲的骨灰撒向大海后 在喝哽咽着说 您这样做是为了让我痛苦一辈子吗 想让我一辈子记住你 才说了我不是你儿子 这样的话后撒手离开吗 比利安慰在喝 人们因为只看到自己的痛苦 自己的伤痕 所以不懂得原谅别人的方法 但是就算只有片刻 如果看到了别人的痛苦 就算无法饶恕的罪也可以饶恕 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正轨 在喝的碟子大卖 强酒也正式地跟着在喝生活 你妈也决定把强酒当成自己的二儿子 没事就带着新衣服给强酒 在喝和恩盈没有再见面 每天互相思念着彼此 强忍着给对方发信息的冲动 利娜努力地讨好着在喝 看着她每天闷闷不乐的样子 告诉她这可是自己人生中 第一次做的饭盒 看待喝闭口不提结婚的事 让利娜觉得无比忧愁 挤出笑容告诉闺蜜 等公演结束就会离开 去奥地利结婚生活 面对闺蜜的担心 告诉她自己也知道该放开在喝 但是自己的心起了贪念 她也不由着自己 闺蜜觉得只要她能幸福就好 利娜问到底什么才是幸福 跟只有我一个人爱的人结婚幸福呢 还是放开我爱的人才是幸福 今天是在喝开演奏会的日子 在试音时 在喝将彩虹贝壳放在了钢琴上 不远处的利娜满是醋意 在喝在茫茫的黑夜看到了一丝光明 想要去找恩盈 却因被众多粉丝围独指令退了回去 在喝一出场 台下就传来了热情的掌声 坐下后却发现彩虹贝壳不见了 这让在喝慌了神 丢下众人来到后台 发疯般四处寻找 却在翻垃圾桶时被玻璃划破了手 看着鲜血直流的手力娜无比着急 劝在喝取消公演先去医院 在喝告诉她自己一定要上台演奏 就这样在喝不顾手上的疼痛 继续在钢琴上演奏 一曲过后说道 一个像孤岛一样寂寞的少年 给予了包容 为四季如沐冬季的少年 带来了耀眼的春天 仅以词举献给这位少年 被感动的恩赢久久无法离开座位 在喝却在下台后晕倒 医生未在喝手术后告诉大家 手指神经受到了损伤 以后想要继续钢琴演奏估计不太可能了 事故后的应急措施没有做好 真是太遗憾了 碧娜问在喝 失去你所拥有的东西中 最最珍贵的也无所谓 难道恩赢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你这个傻瓜 在喝觉得现在自己已经是没有用的人了 让丽娜可以离开了 也叫她别告诉任何人 丽娜终于后悔了 觉得都是因为自己在喝才变成那样 比利在一旁安慰 准备回奥地利的比利 离开前来见了恩赢 将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了她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去游玩时 恩赢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艺术品 告诉恩赢因为爱上她 所以觉得很幸福 希望恩赢能偶尔看看戒指 会想到自己 因为恩赢 我有了人生中最好的旅行 恩赢谢谢比利 能做自己最好的朋友 比利将在赫也一起离开的事 告诉了恩赢 两人就这样握手分别 不舍得恩赢的比利 最后一次紧紧地抱住她 眼里满满的都是爱 出院后的在赫脸上失去了笑容 每天每天都是思念着恩赢 丽娜只能默默在一旁 看着在赫伤心难过 今天是离开首尔的日子 比利问在赫非要离开吗 在赫无奈地回答 只能这样做 在这里只要下决定都可以见到 不走我没有信心能忍住 就算是为了恩赢我也要离开 尹妈带着抢酒来跟几人道别 离开前在赫还不忘回头看一眼 期待着能出现恩赢的身影 恩赢强忍住去送在赫的心 坐在家门口 看着从天空中滑过的飞机 心中的痛无一言表 日子一天天过去 恩赢开始在网上卖货 从奥地利回到首尔的利娜 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快餐店找恩赢 告诉她自己和在赫并没有结婚 看着满脸疑惑的恩赢 将在赫不能弹琴的是说了出来 最终自己还是没能把在赫打造成尹在赫 最后公演的那天 在赫为了彩虹被壳 被打碎的赵明玻璃伤了手 但是她知道恩赢你也来了 就带着伤演奏 为了恩赢你 以为到了那边就可以全都忘了重新开始 在赫还爱着恩赢 对不起 我来得太晚了 快去看看吧 奥地利 就这样恩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飞往奥地利 听到身旁的女孩说是第一次去奥地利 恩赢告诉她 说不定像电影一样的罗曼史在等着呢 恩赢四处寻找赫 却都被告知她并不在 最终思念着对方的两人 在铁桥上遇到了彼此 两人回到首尔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到妈妈的坟前 告诉她两人准备要结婚了 希望她能理解和祝福两人 就这样两人在教堂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朋友和家人们纷纷为两人送上了祝福 在赫带着恩赢来到青山岛 上次拍当V住过如童话宫殿般的房子 告诉恩赢这就是两人今后的家 强九也和两人一起住在了小岛上 看着每天腻歪的两人强九直打哆嗦 在赫在学校里当钢琴老师 恩赢每天都会按时来给她送饭 强九也有了自己的小伙伴 和她在田野里捉迷藏 就像当年恩赢和在赫一样 只要心中有爱 只要心中有思念 总有一天会再次相遇 有时候爱情就像捉迷藏 即使眼睛看不到对方 但还是能听到心中的呼唤 因此没有永远的捉迷藏 因为爱总有一天会找到它的主人 即使是看不到的地方 就像玩捉迷藏一样 春天也会找到我们 因此春天是爱情 原谅也是希望